三国的历史非常让人着迷 但在各类影视作品和小说书籍的演绎下 三国的原貌逐渐被遮盖起来 很多人误把虚构当成了真实 虽然各类影视剧是根据三国历史改编的 不过两者的区别非常大 要想了解真正的三国 就得用史料来还原这段时期的面貌 三国的故事要从东汉末年的两个人开始说起 这两个人分别是曹操和刘备 曹操于公元155年生于乔县 也就是现在的安徽伯州 他的父亲名叫曹松 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后世为了美化曹操的身世 把曹操祖上追溯到西汉开国功臣曹参 就连三国志这样的证实也声称曹操是汉象国曹参之后 实际上曹松和曹腾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更和曹参扒杆子打不着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曹操的父亲原本性夏侯 过季给曹腾之后才改姓 从日后曹操与夏侯家的亲密关系来看 这种说法是比较站得住脚的 从小生于官宦家庭 曹操在物质方面非常丰盈 但由于疏于管教 致使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十分猖狂 曹操与袁绍从小一起长大 算得上是发小 两人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一起干过抢别人新娘的够大 活脱脱一副不务正业的公子哥模样 年轻时的曹操一心想着扬名立万 当时曹操在京城为官 曹操以曹操之子的身份可以在皇宫走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来到宦官张让的房间 他见张让睡得正熟 便萌生了刺杀张让的念头 如果刺杀成功 不但能为国家除害 也让自己扬名立万 不巧的是 就在曹操准备下手的时候 张让突然醒来 他大声进行求救 曹操见状不妙 便仓皇离开 关于曹操刺杀张让一事 并没有被三国志收录 而是记录在东晋史学家孙胜的《义童杂语》中 关于曹操刺杀张让一事 可能性还是有的 只不过这次刺杀很可能是临时起义 并不是蓄谋已久 这次刺杀举动 后来被三国演义嫁接到董卓身上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梦德 献刀刺杀董卓 后来 张让并未追究曹操的责任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年轻时的曹操虽然比较顽劣 但非常喜爱读书 他不喜欢读官方推荐的四书五经 而是《钟爱兵法》类的书籍 随着年龄逐渐增长 曹操变得逐渐稳重起来 对于生在官宦家庭的曹操来讲 最好的出路就是入朝为官 东汉当时选拔人才的制度是 查举制和征辟制 在这种制度下 要想进入仕途 首先要拥有一定的名望 拥有名望最好的方式 便是找社会上的权威人士 给自己做一番评价 于是曹操通过家里的关系 找到了太尉乔玄 乔玄精通相面之术 他见到曹操后非常惊讶 再经过一番详谈 知道曹操是个胸怀大志的人 于是当着众人的面称赞曹操 乔玄的赞赏 让曹操在乡里有了一定的名气 但要在世人中间获得名望 就得去找许绍 许绍是当时有名的人物评论家 他在汝南主持着一档 名叫月旦平的栏目 主要是对天下的青年才俊进行评价 如果得到他的称赞 身价和名望会暴增 仕途之路就会顺畅很多 最终曹操在许绍那里 得到了一句志士之能臣 乱士之奸雄的评价 对于这句评价 曹操十分满意 随着这句评价广泛流传 曹操也得到了足够的关注 公元174年 年满20的曹操 被举荐为孝联 进了洛阳成为郎官 曹操的父亲在京城为官 加之自身具备才华 他很快便被洛阳北部位 负责洛阳城的治安 由于洛阳是达官显贵聚集地 常年鱼龙混杂 而且他们自视身份高贵 经常不遵守当地的法令 曹操上任后 立刻严肃法纪 并对外公布 有犯禁者 不必豪强 一律放杀 起初人们以为 曹操只是装装样子 后来曹操将大宦官 简硕的叔叔简徒 以违反禁令的名义逮捕 并命人将其活活打死 此事让曹操声名雀起 但同时也得罪了宦官简硕 由于曹松在朝中 为曹操撑腰 使得简硕 并未明目张胆地报复曹操 而是将其赶出了京城 后来曹操的妹夫 被宦官诛杀 曹操也受到牵连 被免去官职赶回了老家 乔县 公元180年 曹操重新被启用 尽管他十分卖力地 为朝廷出谋划策 但汉陵帝根本不予采纳 这让一心想施展报复的 曹操有些失落 四年后 黄金起义全面爆发 朝廷急需军事人才 前去镇压起义 曹操主动请英前往 并被任命为齐都尉 并跟随黄府松 一起大破黄金军 立下战功后 曹操被提拔为济南下 上任济南后 曹操一心历经图治 他凭借一己之力 在济南搞起了 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 纵观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腐败都是不能杜绝的 这是人性使然 曹操之所以拿腐败开刀 是想进一步积累自己的名望 反腐这件事 几千年来都没能从根源上解决 曹操发起的反腐运动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此时的曹操 想做一个智势的能臣 但东汉已经是一艘 千疮百孔的大船 无论他如何修补 都无济于事 黄金起义过后 各种大大小小的起义 接踵而来 不断摇晃着东汉帝国 此情此景 逐渐让曹操打消了 做智势能臣的想法 既然做不了能臣 那就做一个奸雄 曹操知道 东汉倒下只是时间问题 他要做的就是静待时机 不久后 冀州刺史王芬等人 给曹操写了一封信 他想联合曹操一起造反 废掉汉陵帝 雍立和肥猴为帝 尽管曹操有 闭逆天下的梦想 不过 他还是拒绝了 王芬的邀请 因为他知道 王芬并非城市之人 事情也正如曹操所料 没过多久 王芬就因为谋反 而被朝廷诛杀 公元188年 汉陵帝为了制衡大将军合进 设立了西元八校尉 曹操凭借身家背景 和自身才能被任命为 典军校尉 身居高位的曹操 在盼望真正的天下大乱 国家越乱 他的机会就越大 就能追求自己的霸意 与曹操一路风生水起 步步高升不同的时 三国另外一位主角刘备 还在寻求崭露头角的机会 刘备于公元161年生于桌陷 与其他帝王出生时 会显现意象不同的时 刘备出生时 并未出现特殊的景象 可能史官也懒得编撰这种谎话 很多人对刘备的印象是文弱书生 实际上他是一个四肢非常发达的人 从小就喜欢武枪弄棒 还曾经对自己的玩伴说过想当皇帝的话 刘备的父亲名叫刘洪 是东汉的一个基层小利 他在刘备年幼时就去世 刘备母亲为了寻求生计 只得带着刘备织草席卖草鞋为生 刘备的这段经历 也时常被对手拿出来调侃 刘备之所以能改变命运 有母功不可没 在刘备15岁那年 刘备决定让他外出求学 不要再围着草鞋摊子打转 于是刘备带着母亲的期盼 走上了求学之路 虽说此时的刘备身处社会底层 但他的父亲有过当官的经历 使得有人能为他引荐名师 刘备的老师便是九江太守卢职 与刘备一同学习的 还有辽西人公孙赞 以及堂兄刘德燃 如今很多创业者 经常拿刘备的草根经历来勉励自己 实际上刘备根本算不上草根 能败在卢职这样的大家门下 岂是一般草根能做得到的 卢职是当事名士 但刘备在求学期间 并未获得学问上的提升 而是借助卢职的平台 和一众顽固子弟玩到了一起 刘备求学之前 由母将多年卖鞋的积蓄 全部给了他 但这些钱根本不够 刘备维持在上流社会的开销 为了继续经营自己的豪爽形象 刘备开始向同窗好友公孙赞借钱 公孙赞家境殷实 他也非常欣赏刘备 便借钱给他 不过刘备的花销实在太大 后来便不好意思向公孙赞开口 但刘备还想继续和这群丸固子弟玩 于是写信给刘德燃的父亲 也就是他的叔叔刘元启 他在信中表示 由于平时学习过于刻苦 学习用品用量很大 之前的积蓄已经花完了 希望刘元启能赞助一些 刘元启比较看好刘备 又见他学习如此用功 便赞助了刘备学习期间的所有开销 使得刘备能维系他的求学生涯 在求学期间 刘备一直在寻找机会干大事 但腐败的上层政治 让他根本没有机会瓜分利益蛋糕 他心里很明白 只有天下大乱 才能打破这种利益固化的状态 黄金起义的爆发 让刘备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黄金起义爆发后 刘备第一时间选择募兵前去讨伐黄金军 此时 关羽 张飞二人 已经陪伴在刘备左右 刘关章三人的桃园三结义 想必人尽皆知 张飞是刘备的老乡 而关羽是河东谢县人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运城 关羽之所以能与刘备张飞认识 是因为 他之前在老家惹上了人命官司 逃至捉现 三人因为义气相投 而结拜为义姓兄弟 桃园结义的情节 很可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到了同床而寝的地步 在刘备求学期间 关章二人就已经作为刘备的侍从出现 刘备在求学期间 结识了不少江湖豪杰和商谷大户 当他决定募兵讨伐黄金军之后 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一些看好刘备能力的人 给他送来了金银马匹 有了创业启动资金后 刘备便带着规模不大的队伍 投奔到了校尉邹靖会下 被邹靖收留后 刘备就能以官方名义前去讨伐黄金军 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带着为数不多的队伍 与黄金军浴血奋战 终于为自己拼得了战功 刘备因此被任命为 中山郡安喜县县卫正式成为朝廷官员 但刘备的县卫之路并不顺利 当时中山郡都游前来巡视刘备的政绩 都游不喜欢刘备 并打算以官阶来对刘备施压 起初刘备托人去疏通都游的关系 被都游拒之门外 都游打算以治理不合格之名 将刘备遣散 刘备好不容易散尽家财 浴血奋战才得到一个县卫的差事 眼见都游如此仗势欺人 刘备怒从心起 命人将都游捆起来 并当众进行鞭吃 出完恶气的刘备 自知保不住官职 便留下印寿 离开了中山郡 《三国演义》里 把刘备鞭吃都游的情节 嫁接到了张飞身上 实际上 此事是刘备自己做的 刘备并不是小说里那般儒雅 而是一个十足的暴脾气 县位之之后 刘备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 后来 刘备在丹阳遇到了前来募兵的朝廷都尉 刘备吴秋毅 吴秋毅见刘关张三人武艺高强 便留他们在身边做了侍卫 在护送吴秋毅的过程中 刘备从黄金军残党中救过他的命 在吴秋毅的推荐下 刘备坐了下密县县城 重新成为了朝廷官员 不久后 又被任命为高唐县县位 由于自身能力突出 没过多久 就被提拔为县令 此时的刘备尚且不到三十岁 看起来一片前途光明 就在刘备至得意满时 黄金军残部攻克了高唐县 刘备只能选择逃跑 带着关羽张飞来到了公孙赞旗下暂居 公孙赞知道 刘备是个有能力的人 便用自己的信誉作为担保 举荐刘备做了别不司马 寄人篱下的日子 和刘备当初的设想相差甚远 不过 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处 此时的东汉帝国已经满目疮痍 大家都预料到朝廷时日无多 便开始积极拓展地盘 各地太守和刺史 逐渐有了割据一方的苗头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 此时 刘焉上输汉灵地 让他对现在的行政制度进行改革 刘焉属于汉氏宗亲 他告诉汉灵地 要想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可以设立周末一职 以此来代替刺史和太守的作用 然后重用汉氏宗亲到地方担任周末一职 这样就能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面对刘焉的建议 汉灵地选择了同意 这项政策便是著名的废史立幕 刘焉之所以提出这种建议 表面上看 是为了国家着想 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谋私利 此前 刘焉一直在朝中为官 并一度做到了宗正 太常等官职 属于九卿之列 如果在太平盛世 身处九卿之列可以确保一生无鱼 但现在是乱世 皇帝昏庸不堪 奸臣宦官 霍乱朝政 朝廷即将分崩离析 在朝堂任职的风险非常大 最好的出路就是离开朝堂 独具一方 刘焉见汉灵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便主动请英担任一周末 之所以选择一周 是因为有人告知刘焉 说一周上方隐隐约约出现了一股天子之气 汉灵帝没有看透刘焉背后的真实意图 以为他是为国家担惊截律 便任命他为一周末 事后证明 废史立木是一个败笔 虽然周末弱化了刺史和太守的权力 但他们的权力并未回归朝廷 而是被周末揽入手中 此举相当于把刺史和太守的权力 进一步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设立周末不仅没有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反而加速了地方脱离中央的节奏 使得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 根基越来越脆弱 而大将军何晋的出现 又给了东汉致命一击 何晋是何皇后同父异母的哥哥 也就是汉灵帝刘宏的大舅子 当时东汉朝堂主要有两股势力在博弈 一股是以简朔和石长氏为首的宦官集团 石长氏是汉灵帝最宠幸的十二位宦官 为首的人名叫张让 汉灵帝对石长氏的宠幸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 他曾表示石长氏是他的爹妈 并将朝堂之事都交给宦官打理 另一股是以何晋为首的势力 何晋是屠户出身 完全是凭借何皇后的关系 才能爬到大将军一职 虽然身居高位 但他的政治智慧和职位完全不匹配 公元189年 汉灵帝在九色的侵蚀下突然驾崩 汉灵帝死后留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是14岁的刘汉 另一个是9岁的刘邪 汉灵帝生前并未策立太子 因此围绕刘便和刘邪 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 又展开了一场争斗 刘洪死前有意让刘邪继任 并将此事告诉了宦官简朔 汉灵帝死后 简朔并未直接宣布支持刘邪登基 因为刘邪母亲和皇后的哥哥 是当朝大将军何晋 要想拥立刘邪为帝 必先解决何晋 否则 刘邪的皇帝之位就坐不安稳 为了除掉何晋 简朔以商讨策立新皇帝的名义 赵何晋进宫 打算在宫中将其杀掉 何晋此前没有在官场上混过 因此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当他收到简朔的邀请后 没有过多怀疑便欣然前往 刑至半途被人告知简朔的阴谋 便火速逃离了宫中 并调集大军在皇宫外集结 以此来向简朔施压 简朔眼见计划暴露 不敢和何晋硬碰硬 便答应雍丽刘邪为帝 当年四月 刘变继位是为汉少帝 新皇帝登基并未平息 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斗 各方都在伺机而动 准备给对方致命一击 刘变继位后 何晋成为了朝堂第一人 对于当初简朔试图谋害自己一事 他始终耿耿于怀 他发誓 一定要除掉简朔出一口恶气 简朔意识到形势不妙 便离开了皇宫到禁军中躲避 简朔明白 只有除掉何晋才能解除自己的危机 为此 他召集宦官集团开会 说何晋早晚会把矛头指向整个宦官集团 希望能联合石长氏共同干掉何晋 石长氏并非铁板一块 其中也有支持何晋的人 并将简朔与石长氏密谋的消息告诉了何晋 何晋得知消息后 选择先发制人 直接派兵将简朔杀死 简朔的死并未下退宦官集团 张让 赵忠等宦官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铲除的目标 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何晋 为了提高胜算 宦官集团打算联合太皇太后董事 由于董事形势过于冒进 早早地暴露了意图 不但没能除掉何晋 反而被何晋连根拔起 将其驱离了宫中 不久后 董事便因过度恐惧而身亡 除掉简朔和太皇太后董事之后 何晋彻底将朝政大权把持在手中 由于宦官集团长期乱政 何晋的手下纷纷建议 他应该趁机将宦官集团一网打尽 其中 左军校尉袁绍多次建议 何晋一定要尽早铲除宦官 只要杀光宦官 才能在朝堂上站得稳 在人们的不断劝说下 何晋下定决定铲除宦官 但何太后却不同意这么做 虽说何太后与何晋都是外妻 但何太后长期居于宫中 与宦官集团存在矛盾的同时 也存在共同利益 何太后与当初的斗太后想法一样 他觉得 只要杀几个宦官立威即可 没必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由于何太后反对 何晋只能暂时作罢 为了让何太后改变主意 何晋在袁绍的建议下 打算召集地方上的势力 带兵来洛阳 向何太后请愿诛杀宦官 这种带兵进京请愿 实际上也是一种逼宫 为此 袁绍给何晋提供了四个人选 分别是东郡太守乔茂 吴猛都尉丁元 大将军府愿王匡和前将军董卓 何晋认为 袁绍这个建议比较靠谱 便将此事放在朝堂上 让大臣们讨论 对此大臣们一致表示 同意用逼宫的方式 让何太后就范 但一定不能把董卓引入洛阳 因为董卓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把他引入洛阳等同于引狼入室 但何晋却不顾群臣的反对执意 要引入董卓 董卓收到何晋的邀请后大喜过望 当即就点兵往洛阳奔赴 在去洛阳的路上 董卓上书给朝廷 声称此次前去只是为了清军策杀宦官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一路上 董卓命人大张旗鼓地宣扬 张让等人的罪行 为自己的洛阳之行呐喊助威 董卓是一个狼子野心的人 此次进京 虽说是为了谋取私利 但他只是想在朝中谋求一个位置 没想过携天子令诸侯 因为和大将军何晋比起来 董卓没有优势 但何晋并没有将自己手中的牌打好 在诸杀宦官之前 事先走漏了消息 让宦官集团有了防备 当何太后听说 何晋召四路兵马晋洛阳诸杀宦官后 吓得魂不守舍 为了平息事态 何太后将张让等人全部罢免 并将他们赶出宫中 后来张让托自己的儿媳 向太后说情 张让的儿媳是太后的亲妹妹 张让的儿子则是过季来的 张让让儿媳向何太后 传递一个信号 只要能让他们再次回到宫中 他们愿意为大将军何晋安前马后 任其差遣 何太后在妹妹的劝说下 最终又将石长氏重新召进宫 何晋本来对罢免石长氏一事就感到不满 因为他要的是诛杀石长氏 而不仅仅是罢免 得知石长氏重新入宫后 何晋便去找何太后理论 张让等人偷听了何晋与太后之间的谈话 确定何晋是铁了心要诛杀他们 石长氏经过商量后决定先发制人 他们火速集结了几十个人 等何晋从何太后房间出来后 在出宫的必经之路上截住了他 此时的何晋知身一人 并未带随从侍卫 宦官见何晋落单便一起冲上去 将何晋斩杀 此时何晋的下属还在宫外等候 他们见何晋许久不出来便起了疑心 宦官见何晋的死讯很难捂住 干脆将他的头砍下来扔到外面 并大喊何晋谋反 业已扶诛 何晋的下属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 稍作镇定后便抄起兵器杀进宫中 准备为他报仇 张让等人眼见局势失控 便裹挟太后皇帝 以及陈流亡流血等人逃亡北宫 在场面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 袁绍扛起了杀宦官的大旗 袁绍在杀宦官这件事上 有着近乎狂热的执着 他先是带人杀掉了中常事赵忠 又派人将皇宫封锁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将宦官一个不留全部杀掉 在皇宫一片混乱期间 张让带着皇帝刘便和陈流亡流血逃跑了 董卓趁乱带着军队进入了洛阳 本来大将军何晋对朝政拥有绝对掌控权 即便不引董卓进京 也能一点点铲除宦官 他却在袁绍的窜夺下 选了一条最错误的道路 最终不但没有全部除掉宦官 自己还丢了性命 同时还让董卓捡了个大便宜 八 如今整个洛阳都落入他的手中 张让带着皇帝逃走后 如直和闽贡前去寻找他们 最后在一个渡口附近找到刘便等人 闽贡眼见张让等人还未死 于是拔出剑逼着他们自杀 张让自知在劫难逃 最终选择了投河自尽 解决完张让后 闽贡带着刘便和刘邪回到了洛阳 此时董卓已经率领大军 在城北等着迎接刘便 就这样 董卓不费一兵一卒 成了秦王的首要功臣 之前何进引入的四路人马当中 只有丁元到了洛阳 但很快被董卓联合丁元的手下 将其杀死 并兼并了他的军队 袁绍本想将董卓赶出洛阳 但涉于董卓的实力 只能作罢 董卓入主洛阳后 先是任命自己为司空 然后废掉皇帝刘便 改立陈刘王刘邪为新皇帝 是为汉宪帝 这也是汉朝最后一位皇帝 刘邪本身资质要比刘便强太多 不但聪慧过人 遇到大事的时候还不怯弱 按理说 让刘便继续做皇帝更便于控制 但董卓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用这个举动来向世人昭示 他已经控制着整个大汉王朝 此后不久 董卓又下令将废帝刘便堵死 至此 董卓成了大汉王朝的实际掌控者 董卓在施政的时候 非常简单粗暴 从来不管弯抹角 他直接在朝堂上 和其他大臣们摊牌 如果谁不服从他的命令 一律诛杀 羌人出身的董卓 刑事风格非常残暴 在举办酒席之前 董卓会事先抓一批反对他的人 在宴席间歇的时候 当着众人的面 当场将这些人杀害 董卓将这种残暴的行为 称之为助性 入主洛阳后 董卓纵容手下的将士 在城内烧杀抢掠 金银财物 妙龄女性无一幸免 在董卓的纵容下 经营上百年的洛阳城 变成了一片废墟 强权统治势必带来反噬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无一例外 士大夫集团 虽然表面上臣服于董卓 私下里却密谋将其除掉 东郡太守乔茂 以三公的名义 发了一封讨伐董卓的席文 号召一起进京讨伐董卓 公元190年 十八路诸侯约定在酸枣汇盟 组成了关东联军 目标就是讨伐董卓 这十八路诸侯包括 衍州刺史刘代 冀州穆韩复 豫州刺史孔咒 渤海太守袁绍 广陵太守张超 山阳太守袁夷 后将军袁树 河内太守王匡 吉北向报信 陈留太守张淼 萧綦校尉曹操 行军司马张扬 破鲁将军孙奸 东郡太守乔茂 北海太守孔荣 西梁太守马腾 徐州刺史陶谦 北平太守公孙瓒 从账面势力上来看 关东联军 汇集了东汉 几乎所有的精英 阵容十分豪华 最终在大家的推举下 袁绍成为了联军盟主 之所以推举袁绍 因为他似是三公的背景 这个背景也被袁绍吹嘘了一辈子 只可惜袁绍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 当初诛杀宦官集团 就体现出他谋略不足 如今 让袁绍率领这支讨伐队伍 很难发挥联军的真正实力 董卓得知 士大夫集团联合起来 讨伐自己的消息后怒不可遏 因为此前 董卓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稳定 努力讨好士大夫集团 但士大夫集团打心底里 看不上董卓 在他们眼里 董卓就是一个野蛮人 和世人不能相提并论 在十八路诸侯当中 袁绍 韩复 张淼等人的官职 都是董卓任命的 董卓以为士大夫集团 是真心和自己合作 没想到 这么快就调转枪头来对付他 感觉到被羞辱的董卓 决定展开反击 他先是将朝中与十八路诸侯 有联系的重臣斩首 然后又调派重兵 把守住洛阳外围的关口 防止洛阳被偷袭 董卓虽然野蛮 但面对群雄组成的联军 还是非常害怕 为了保住自己的成果 董卓决定迁都长安 于是 逼迫汉县帝留邪 带着文武百官 离开洛阳前往长安 在离开洛阳之前 董卓下令 对洛阳开始新一轮的抢劫 全城百姓无一幸免 都遭到了劫掠 死伤百姓不计其数 最后 董卓又用一把大火 将洛阳城焚烧殆尽 然后逼迫无家可归的百姓 跟随他一起迁往长安 在这个过程中 死伤了数十万百姓 当洛阳城的惨状 传到诸侯联军内部时 作为盟主的袁绍 因为害怕董卓的凶残 而不敢主动出击 对此曹操十分愤怒 他力劝袁绍 应该主动出击攻打董卓 因为董卓已经闹得天怒人怨 此时出兵 兼具天时地利人和 而袁绍和一众诸侯 仍然没有胆量前去 曹操见状 知道这些诸侯都是狐假虎威的人 难成大事 于是 率领手下的数千兵马一路西进 准备和董家军正面交锋 后来 曹操在汴水与董家军遭遇 双方杀得难解难分 但曹操的人马 因为数量不占优势而败下阵来 他率领的几千人几乎全军覆没 就连曹操自己的坐骑也被乱箭射死 后来 曹洪将战马让给了曹操 并跟着曹操脱离了险境 此战让曹操几乎败光了家底 当他返回酸枣大营时 袁绍等人却在饮酒作乐 曹操强忍住内心的愤怒 向袁绍等人提出新的作战方案 但袁绍对曹操的建议仍然选择无视 而是继续与其他诸侯高谈阔论 他祖辈的光辉历史 曹操知道 继续跟着袁绍没有希望 直骂袁绍数子不足预谋 然后带着自己的残兵扬长而去 董家军打败曹操后 看清了诸侯联军的真面目 知道他们是一盘散沙 便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 当河内太守王匡的军队受到攻击时 其他诸侯联军不但不来救援 反而想趁机吞并其他盟友来做大自己 为此 刘带趁机杀了乔帽 使得联军彻底变成了一种摆设 纵观这十八路诸侯联军 除了曹操满腔热血的讨伐董卓外 另外一块硬骨头则是孙坚 孙坚此前隶属于元树部下 公元190年冬天 孙坚的部队在鲁阳遇到了董卓大军 当时孙坚的实力比较弱 他的军力无法和董卓相提并论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选择出门迎战 基本上等于送死 如果选择弃城而逃 可以暂时保命 但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董家军追上 面对两难的境地 孙坚摆出了一个空城计 让董家军误以为孙坚是在诱敌深入 就没有贸然攻城 孙坚因此得以解围 后来 孙坚在进军洛阳的过程中 被董卓的大将虚荣包围 因为寡不敌众而溃败 孙坚带着一小部分残兵突出重围 继续在周边招兵买马 谋求卷土重来 孙坚这种打不垮的精神 让董卓很是头疼 后来 董卓派出大将胡诊挂帅 吕布为副帅前去围剿孙坚 董卓不知道 胡诊和吕布二人之间 存在很深的矛盾 这次围剿 最终以董家军惨败告终 董卓手下大将华雄 也在此次战斗中被斩杀 孙坚也凭借此意声名大噪 不少人都慕名前来投奔 孙坚的成功让袁树寝食难安 为了制衡孙坚 袁树断了他的粮草 任其自生自灭 孙坚得知粮草被断后 连夜面见袁树 孙坚表示 自己只想讨伐董卓 除此之外别无二心 希望袁树不要被人挑拨 袁树自知理亏 加之联军需要孙坚来撑场面 便恢复了对孙坚的供应 不过这次事件 让他们二人产生了嫌隙 后来 孙坚继续对洛阳发起进攻 准备收复京都 董卓见孙坚主动前来挑战 便亲自率兵迎战 令人意外的是 董卓的亲自迎战 换来了一场大败 眼见孙坚势不可挡 董卓带人仓皇出逃 孙坚最终重新进入了洛阳 此时的洛阳 已经被董卓破坏成一片废墟 为了表示对汉室的忠诚 孙坚命人整理汉室的宗庙和坟墓 在这期间 孙坚意外得到了传国玉玺 这个象征君王最高权力的玉玺 被认为是吉祥之物 孙坚得到玉玺后并未声张 妥善保管后 便带人离开了洛阳 驻扎在附近的鲁阳城 伺机而动 随着孙坚攻破洛阳 董卓仓皇逃往长安 这次征讨董卓的行动 暂告一段落 在这期间表现最神勇 收获最大的当属孙坚 其他诸侯在这次行动中 一无所获 随着联军解散 他们也由之前的盟友 变为对手 作为联军盟主的袁绍 在联军解散后 变得十分慌张 因为他没能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 也没有扩充自己军队 反而因为盟主这个虚名 被董卓视为头号敌人 想到此处 他决定 必须找一块更大的地盘来立足 在袁绍看来 从董卓手中抢地盘风险太大 便将矛头指向了曾经的盟友 冀州慕韩复身上 袁绍自身能力不强 不过 韩复比袁绍更弱 让韩复这种人坐拥冀州这片富庶之地 袁绍心里非常不平衡 手下谋士得知袁绍的意图后 给他献上了一个计策 他让袁绍暗中联系公孙赞 共同掠取冀州 然后再把公孙赞攻打冀州的消息 告诉韩复 胆小的韩复 得知公孙赞前来攻打的消息后 必定会向袁绍求援 届时便可以趁机进入冀州 将其据为己有 袁绍认为此祭甚妙 便派人前去联系公孙赞 公孙赞长期在北方边境 与其他游牧民族作战 军队战斗力非常强 当他收到袁绍的书信后 内心大喜 如果两人成功联手 冀州城就是囊中之物 于是便接受了袁绍的邀请 并准备点兵前往冀州 袁绍得到公孙赞的回应后 立马派人前去游说韩复 袁绍的使者告诉韩复 如果冀州城被公孙赞攻破 韩复的下场会非常惨 如果把冀州城让给袁绍 不但能保全性命 袁绍也会感念 韩复的大度而优待他 韩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陷入危险后 变得更加盲从 面对不怀好意的袁绍 不但没有加以防范 反而将其当作救命稻草 紧紧抓住 打算把冀州城拱手相让 韩复身边的谋士 得知他的决定后 极力劝阻 他们告诉韩复 冀州城现在拥有几十万军队 粮食足够支撑数年 即便打不过公孙赞 也可以选择坚守不出 不至于失去城池 鉴于袁绍大军的粮草 需要冀州城来供应 现在应当以粮草供应作为筹码 让袁绍前去迎战公孙赞 而不是将冀州城送给袁绍 韩复认为谋士的分析合情合理 但他仍不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并认为将冀州城让给袁绍 能为自己博取一个美名 于是不顾手下人的极力劝阻 派自己的儿子将应授送给袁绍 并主动搬离官邸 迎接袁绍进城 就这样 袁绍不费一兵一卒 就拿下了负数的冀州城 公孙赞得知被袁绍玩弄后 十分愤怒 但又无可奈何 只好放弃了攻打冀州的想法 至此 公孙赞和袁绍之间 结下了深仇大恨 韩复归附袁绍后 袁绍任命他为奋威将军 不过这只是个虚名 韩复失势后 他的老部下因为之前的升迁问题 前来寻仇 并将韩复大儿子的双腿打断 尽管袁绍为韩复主持了公道 但他因为此事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 主动要求离开冀州 前去投奔陈留太守张淼 打算在陈留安度余生 袁绍同意了他的请求 韩复到达陈留后 袁绍派使者找张淼商讨事情 韩复以为 袁绍派人前来 是想唆使张淼杀他 韩复感到走投无路 最终选择了自杀 谁也没想到 曾经割据一方的诸侯 最终用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 袁绍入主冀州后 韩复的老部下 都纷纷投掷袁绍门下 袁绍对于这些人才都来者不拒 并给予他们高官厚禄 在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人名叫举兽 当初就是举兽力劝韩复 不要将冀州城拱手相让 如今改投袁绍门下后 便主动为袁绍出谋划策 袁绍是一个能力不足 但志向远大的人 他向举兽请教谋徒天下的计策 举兽给了他一个精彩的答案 举兽表示 应该先灭掉黄金军 黑山军残军 然后继续往北方拓展 只要拿下幽州和燕地 就能消灭公孙瓒 届时再武力震慑北方的戎敌 让匈奴前来俯首称臣 完成这两步后 再横扫黄河以北 合并幽州 冀州 青州和冰州 以此为根据地做大做强 把天子和文武百官接回来 携天子以令诸侯 用朝廷的名义向天下发号施令 逐步征讨这些不肯归负的诸侯 举兽给袁绍画了一副清晰的目标蓝图 这张大饼也让袁绍听得十分兴奋 当即上表朝廷封举兽为奋武将军 不过 袁绍实力配不上他的野心 面对如此宏大的宏图愿景 他没有能力实现 后来与目标渐行渐远 慢慢过起了安乐土皇帝的日子 袁绍的松懈给了其他人得以发展壮大的机会 当初曹操因讨伐董卓全军覆没后 率领残军来到了扬州 并在当地招募了一千多士兵 这样的兵力在诸侯割据的时代根本不值一提 但曹操是一个善于发现机会并把握机会的人 当时在民间作恶的黑山军 在魏郡东郡一带烧杀抢掠 东郡太守无力抵抗 曹操健壮便率兵前去救援 成功击退流寇属性的黑山军 并顺利进入东郡 东郡太守不想管这个烂摊子 提出将东郡拱手相让 袁绍得知此事后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上表朝廷让曹操做了东郡太守 就这样 曹操凭借极其微弱的代价 成为了东郡主人 获得了一块宝贵的立足之地 在得到东郡的同时 曹操也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才 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巡裕 巡裕是影川人 是当地的门阀士族 被称为王左之才 能辅佐帝王成就霸业 董卓乱政后 巡裕便辞官回家 带领宗族人员迁往冀州居住 后来袁绍占据冀州 多次请巡裕出山相助 军被拒绝 后来巡裕听闻曹操在东郡立足 便主动前往乡投 巡裕的到来 让曹操阵营实力大增 巡裕为曹操制定了 一系列战略目标和战术方案 成为曹操身边第一谋士 在巡裕的帮助下 曹操彻底在东郡站稳了脚跟 并以此作为根据地 继续谋取天下 就在曹操入主东郡后 袁绍和公孙赞打了起来 之前 袁绍摆了公孙赞一刀 为此 公孙赞一直怀恨在心 但他不能以这个理由出兵袁绍 后来 公孙赞的堂弟 公孙岳 在与周王战斗的过程中 被流史误伤致死 周王是袁绍的部将 因此 公孙赞将堂弟的死 归咎为袁绍 并以此为借口出兵攻打袁绍 面对公孙赞的讨伐 袁绍有点心虚 他知道公孙赞不是等贤之辈 真的动起手来 可能会两败俱伤 为他人趁乱钻了空子 于是 袁绍打算和公孙赞和解 殊不知 公孙赞的真正目的 不是为了给堂弟报仇 而是吞掉冀州城 为进一步谋取天下做准备 公元192年 公孙赞率领精锐部队 率先对袁绍发起了进攻 从实力层面来讲 公孙赞是要强于袁绍的 但袁绍手下有一员大将 名叫屈翼 屈翼根据公孙赞骑兵的作战特点 制定了一系列破敌之策 利用步兵和弩兵之间的精妙配合 将公孙赞的骑兵彻底击垮 后来 双方又来来回回进行了几次战斗 公孙赞均以失败告终 此役过后 公孙赞元气大伤 再也没有能力和袁绍抗衡 这场胜利让袁绍喜出望外 同时也让他的声望进一步提高 眼见袁绍接连取得胜利 袁绍非常不高兴 虽然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袁绍打心底里看不起袁绍 因为袁绍的母亲是正事 袁绍的母亲只是一个小妾 按照理智 袁绍才是家族接班人 袁绍对袁绍最大的不满 源于自己一直被袁绍压过一头 此次眼见袁绍取得大胜 袁绍便邀请公孙赞和陶谦组成联盟 联合起来围剿袁绍 至此 袁绍兄弟正式宣布决裂 在此后的日子里 他们兄弟二人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 这也是三国时期各路诸侯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 大家都遵循利益至上的原则 为了利益 可以将义气抛诸脑后 诸侯间相互争斗博弈 让尼族深陷的董卓 得以获得喘息之机 搬到长安后 董卓将自己封为太师 地位在各路诸侯之上 继续在长安城内实施暴政 他的行为不断地刷新下线 对不听话的朝堂大臣进行挖眼割舌处理 为了震慑对手 他还下令将投降的俘虏放到油锅烹上 在治理内政方面 董卓更是搞得一塌糊涂 他将宫内的铜器全都融化铸成钱币 致使货币贬值 百姓手中的钱急速缩水 最夸张的时候 一壶稻米卖到了几十万钱 一时间长安城内民不聊生 恶瞟遍野 对于自己的兽刑 董卓并不觉得不妥 反而认为这是自己能力的体现 更让董卓感到高兴的是 他一向忌惮的孙坚 在攻打荆州的时候 被弓箭射中 最后不至身亡 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孙坚的死让董卓异常兴奋 他认为除了孙坚之外 世间再没有人能对他形成威胁 殊不知 司徒王允很久之前便密谋除掉董卓 王允近来见董卓越来越肆无忌惮 决定加快节奏 不能让董卓继续放动下去 王允明白 如果诛杀董卓失败 他就会被董卓诛杀三足 王允有诛杀董卓之心 但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就在他无从下口之际 董卓的义子吕布主动找上门来 表示愿意为王允效劳 吕布是一个武艺高强 但底线很低的人 他之所以主动来找王允 并不是出于道义 而是自己遇到了麻烦 据《三国志》记载 吕布与董卓的小妾私通被发现 吕布担心会因此招致杀身之祸 因此主动来投奔王允 并透露出诛杀董卓的决心 后来王允经过打探后得知 吕布和董卓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之前 吕布因为犯了一个小错 董卓便将一个手挤 狠狠地朝吕布扔过去 差点伤及吕布的性命 如今 吕布私通董卓的爱妾 董卓肯定不会轻饶吕布 王允见吕布杀董卓的欲望很强烈 便将事先制定的诛杀董卓的计划 告诉了吕布 公元192年4月 汉县帝留邪大病出狱 在魏阳宫大摆宴席 朝廷上下的官员都要去参加 王允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派人给董卓送去请柬 希望他能给皇帝一个面子参加宴会 董卓自视重兵在手 根本无所畏惧 便答应前往 然后 王允又把太普鲁迁 尚书扬赞 私立校尉黄婉 中廊将吕布 其都为李肃召集起来 制定诛杀董卓的详细方案 按照计划 李肃等人带着几十个亲兵 伴坐宫廷侍卫 把守皇宫大门 只要董卓迈进皇宫大门 就立刻将其诛杀 宴会那天 董卓带着吕布前去赴宴 刚踏入魏阳宫大门 李肃就下令将董卓围了起来 慌张的董卓立马喊吕布救驾 吕布趁机拿出圣旨 当众宣读董卓的罪状 然后一己将其刺死 整个诛杀过程非常干净利落 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的董卓 就此隐命 三国演义 着重描写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恩怨 并加入了貂蝉的角色 实际上 貂蝉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 历史上并不存在其人 董卓死后 皇帝下令诛杀董卓三族 家产悉数上缴国库 董卓的尸体也被拖上街暴晒 士大夫集团将能想到的最残酷的手段 都用在董卓及其家人身上 董卓死后 以王允为首的士大夫集团 重新掌握了朝政 吕布因为诛杀董卓有功被封为温侯 董卓风波过后 东汉朝堂并未迎来安宁 关于如何处置董卓留下的几十万西梁军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董卓的西梁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队伍 在那个年代 骑兵的战斗力是最强的 西梁士兵都是野蛮粗暴之人 很多人都惧怕和西梁军作战 在处置西梁军仪式上 吕布主张将他们全部杀死 但王允不同意 王允准备了两个方案 一是将他们赦免 然后重新为朝廷效力 二是撤销西梁军 将他们遣散 就在王允犹豫之际 吕布派李肃前去攻打董卓的女婿牛腐 结果李肃被打得惨败 吕布一怒之下将李肃斩首 尽管李肃失败 但此举让西梁军成了惊弓之鸟 士兵们以为朝廷打算清算他们 于是军中发生了叛变 牛腐被叛军杀害 他的头颅也被送到了长安 西梁军以此来向朝廷表达忠心 证明他们并无反应 请求朝廷不要因为董卓牵连到他们 王允见牛腐被杀 觉得西梁军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厉害 于是拒绝了西梁军的请求 他给了西梁军两条路 要么向朝廷投降 编入其他军队 要么自行遣散 此时的西梁军仍然抱有一丝希望 觉得王允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 但随后王允做的一件事 让西梁军彻底不对王允抱有希望 在董卓当政期间 非常后代蔡雍 蔡雍是东汉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 也是世人的领袖和楷模 也是蔡文基的父亲 董卓当初为了拉拢士大夫集团 把蔡雍摆在非常高的位置 当蔡雍得知董卓的死讯后 在家中轻声叹息 此事传到了王允耳朵里 王允以蔡雍视董卓同党为名 将其下狱 最终蔡雍惨死在狱中 蔡雍的死在民间激起了很大的波澜 天下世人皆为之哭泣 西梁军见王允对蔡雍都如此决绝 他们作为董卓的嫡系军队 自然逃不脱被清洗的命运 西梁军领袖李雀 本打算解散西梁军 让大家各自逃命 但此事被贾许阻止 贾许是董卓手下的谋士 他告诉李雀 西梁军可以打着为董卓复仇的名义 反攻长安 如果事成 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如果失败 再遣散也不迟 这是一条进退游刃有余的道路 在贾许的鼓动下 李雀决定放手一搏 他集齐了十万余人的大部队 直逼长安 面对李雀前来叫阵 王允自信地认为 朝廷军队能够轻松将其击垮 于是 大开城门前去迎战 结果被西梁军打得落花流水 王允见状大惊失色 赶紧明金收兵 关闭城门选择防守 当时的长安城非常坚固 西梁军久久未能将其攻下 就在局面陷入僵持阶段时 吕布的手下出现了叛变 偷偷将城门打开 放西梁军进城 西梁军果断抓住机会 一举将长安城攻破 吕布见状不妙 率领部下选择了逃跑 而王允不甘心失败 想奋力一搏扭转乾坤 只可惜回天乏术 最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无路可退的王允 带着汉县帝躲到了城楼上 此时的他悔恨交加 不该把西梁军逼入绝路 但一切为时已晚 没过多久 王允和汉县帝就被李雀包围 李雀此行只是想诛杀王允 由着汉县帝还有用处 于是李雀对汉县帝叩拜行礼 声称此次前来是为了清军策 不会伤害他 汉县帝见李雀没有杀他的意思 松了一口气 不过王允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李雀抓住王允后 在汉县帝面前将他乱刀砍死 王允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给世人上演了一出聪明 反被聪明误 王允被杀后 李雀接过董卓的大旗 开始了携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 李雀把控朝政之后 开始了比董卓更疯狂的统治 至此 东汉彻底成为一团乱麻 当长安城陷入一片混乱时 其他诸侯也在相互征伐 其中 公孙瓒和袁绍斗得最为激烈 此前 公孙瓒在借桥之战中败于袁绍 让他颜面尽尸 后来他养精蓄锐 将前来进犯祭宪的袁绍军队打得大败 歼灭袁绍军队八千多人 此次大胜让公孙瓒出了一口恶气 同时也让他被胜利冲昏头脑 结果在之后的战斗中被袁绍击败 拱手让出了幽州 后来双方发生了多次战斗 互有胜负 就在两者进入僵持阶段时 朝廷派人前来调解 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矛盾 此时 他们都已经接近弹尽两绝 便时急而下 双双选择了退兵 公孙瓒撤回渤海后 幽州牧刘渝想趁机吞并公孙瓒 此前 公孙瓒在刘渝手下当差时 两人就积累了一定的矛盾 此次刘渝对公孙瓒出兵 纯粹是基于个人层面的恩怨 公元193年 刘渝集结了十万大军前去征讨公孙瓒 刘渝出发前对外宣称 谁要能将公孙瓒的人头送上 必定给予重赏 此举实际上是在离间公孙瓒阵营 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激励士兵主动诛杀公孙瓒 此时的公孙瓒只剩下几千人马 如果用常规战术 公孙瓒根本打不赢刘渝 为了取胜 公孙瓒选择了出其不意 在刘渝大军到达前线时 公孙瓒集结了一支赶死队前去偷袭 由于刘渝大军的帐篷驻扎得非常紧密 公孙瓒选择用火攻 一把火将刘渝的大营焚烧殆尽 刘渝没想到 公孙瓒会铤而走险 眼见大营被焚烧殆尽 便集结残军逃跑 公孙瓒见势头发生了逆转 乘胜追击 最终俘获了刘渝全家老小 逼迫刘渝前来投降 刘渝为了保命选择了屈服 随后 公孙瓒将刘渝当作棋子 顺利拿下了幽州 后来 公孙瓒又给刘渝安了一个谋反的大帽子 说他与袁绍密谋推翻当今皇上 另立他人为帝 于是将刘渝诛杀 至此 幽州彻底成为公孙瓒的地盘 此前成功拿下东郡的曹操 这一次 他将目光放到了衍州 由于朝廷混乱不堪 无暇顾及黄金军渝打 使得黄金军再次发展壮大 青州一带聚集了百万之众黄金军 这百万人并非都是士兵 其中大部分都是士兵们的父母妻儿 黄金军在打仗的时候都带着家人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部落 为了扩大生存空间 黄金军准备拿下衍州 作为根据地 衍州刺使刘黛得知黄金军的动向后 他认为黄金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非常不屑一顾 准备出城迎战 在出战之前 吉北向报信建议刘黛 应该选择兼臂清野 因为黄金军偕老代幼 物资十分紧缺 只要兼臂清野 坚守城池 用不了多久 就能将对方拖垮 报信的建议是非常靠谱的 但自是高傲的刘黛 没有听从报信的建议 执意出城迎敌 结果被黄金军斩杀 刘黛死后 衍州刺使的位置出现了空缺 曹操的谋士成功火速赶往衍州 与当地官员商讨 请曹操担任衍州牧一职 此时的曹操已经扬名天下 衍州官员也想找一位 有名望 有能力的人前来主政 而曹操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经过商讨后 衍州官员最终同意 迎接曹操入城 带领大家抵抗黄金军 吉北向报信 也支持曹操入主衍州 就这样 曹操不费一兵一卒 又拿下了衍州 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 拿下衍州后 曹操联合报信 对黄金军发起了总攻 在战斗中 报信为了掩护曹操不幸战死 报信的死 让曹操悲痛欲绝 他为报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并亲自为他写了一篇记文 曹采在记文中发誓 一定会为报信报仇血恨 安葬完报信后 曹操带着愤怒 对黄金军发起了决战 曹操尽管报仇心切 但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仔细研究黄金军的作战特点 并找出对方的命门 最终一举将其击败 击败黄金军后 曹操将其中的精锐单独 编成了一支队伍 就是有名的青州兵 在随后的征讨博弈中 曹操连续打败黑山军 袁术等势力 不断夯实自身的基础 部队规模已经发展到数十万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大诸侯 在隐州站稳脚跟的曹操 打算把父亲曹操接来隐州 于是写信给曹操 让他带领一家老小前来相聚 饱受战乱颠簸的曹操 接到曹操的书信后大喜 当即收拾了一百多车资重 带领全家人往隐州进发 准备在隐州安享晚年 为了保护曹操周全 曹操让泰山太守在半路进行迎接 但曹操还没走到半路就发生了意外 当曹操走到徐州地盘时 徐州慕桃谦手下的一个部将建材起义 他缩使士兵假扮成强盗 在途中将曹操以及他的小儿子曹德斩杀 并将一百多车财物全部抢走 泰山太守得知曹操的被杀后 大惊失色 他不敢回去跟曹操复命 害怕被曹操责怪保护不周 索性直接投靠了袁绍 曹操得知曹操的死讯后 怒不可遏 他将这一切归咎于桃谦 认为是他管理不善才导致这出惨剧 于是率兵直取徐州 之前曹操就一直觊觎徐州 只是没有合适的借口 曹操的死正好给了他出兵的理由 公元193年 曹操率领大军一路攻城拔寨 所向披靡 为了发泄怒火 曹操在徐州等地大肆屠杀百姓 数万人被赶至四水河中溺斃 这就是曹操制造的徐州大屠杀 正所谓心百姓苦亡 百姓苦无辜的百姓 成了曹操泄愤的对象 这种场景也是三国乱世百姓 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公元194年 走投无路的陶谦 向公孙瓒搬救兵 公孙瓒决定施以援手 便派出手下一员大将前去支援 这员大将就是刘备 此时的刘备担任平原县令一职 拥有一千多兵马 为了支援徐州 刘备又在当地招募了一批人马 最终凑齐了四五千人 会同公孙瓒的部将田凯 一起奔赴徐州 尽管刘备干尽十足 奈何与曹军实力相差甚远 首战以失败告终 陶谦见刘备是真心相救 便给了刘备四千士兵 刘备是一个身怀雄心大志的人 他见陶谦如此拉拢自己 认为在陶谦身上 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于是刘备脱离了公宿战 转而改投陶谦 作为回报 陶谦上报朝廷 封刘备我御州自使 在小配驻军 刘备的到来 只是提振了陶谦的士气 并未改变结局 不久后 曹操便率领大军 身穿稿速兵临城下 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 曹操大后方传来不利的消息 谋士陈公和张淼等人 趁曹操出征之际 把吕布引入了城中 让吕布做了眼周墓 陈公之所以谋反 是因为曹操在眼周杀了一批名士 这其中就包括陈公的朋友 陈公为此恼羞成怒 于是 趁曹操出征之际选择反目 陈公与曹操反目后 眼周各地陆陆续续竖起了反曹大旗 就连曹操的留守将领 也加入了反曹队伍 这也说明 曹操在平时为人处事的时候 得罪了太多人 面对浩浩荡荡的反曹大军 巡御率领曹军积极应对 最终成功守住了甄城 东阿和范县 得胜后的吕布 没有钱去掐断曹操的援军路线 而是领兵驻扎在蒲阳城 此举充分证明 吕布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 后来 曹操及时前来支援 与吕布形成了对峙 曹操并不怕吕布 而是害怕足智多谋的陈公 为了诱使曹操进城 陈公命城中大户田氏给曹操写信 信中痛斥吕布残暴不仁 表示愿意作为内应迎接曹操入城 尽管曹操认为 这封信可能有诈 但急于打败吕布的他 选择了相信 当曹操带兵入城的时候 被事先埋伏在城中的吕布 团团围住 曹军死伤惨重 曹操为了活命 换上士兵服装 在点尾等人的掩护下 才得以返回大营 负伤归来的曹操 决定将计就计 假装身亡 下令全军将士身穿稿素 并将这个消息散布到吕布那里 吕布听闻曹操身亡的消息后 大喜过望 准备一股作气拿下曹操的老巢 于是率军直奔曹营 结果中了曹操的计谋 吕布大军死伤惨重 他本人拼死立战才得以脱身 吕布返回蒲阳后 归缩不出 局面进入到僵持阶段 经过几个月的僵持 双方粮草均已耗尽 已经出现了人吃人事件 双方都无力再战 只好各自撤兵 进入到修生养息的阶段 事情进行到这里 各路诸侯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刻 但这种和平没有维持多久 各路诸侯都在时刻准备吞掉对方 在曹操与吕布休战的日子里 孙策和刘备趁势而起 孙策是孙坚的长子 孙坚被杀时 孙策年仅17岁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 孙坚是一位有勇有谋的猛将 战斗力很强 孙策完美继承了父亲的优点 而且在武力方面 更胜父亲一筹 人称小霸王 尽管孙策的资质 丝毫不逊于孙坚 但孙坚的部下 见孙策尚且年轻 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 便纷纷投奔了袁术 对此 孙策也不能强加阻拦 毕竟人各有志 要想获得他人的认可 必须证明自身实力 三年守校期满后 孙策找到了袁术 希望能要回曾经跟随孙坚的将士 然后为父亲报仇 起初 袁术并不想归还这些人 但孙坚曾为袁术立下不少战功 他的家人理应受到后代 否则 袁术的威望就会受到折损 袁术见孙策只是个矛头小伙 即便把孙坚的旧部给他 也对自己够不成威胁 便给了孙策一千多人 此时的孙策 并未打算离开袁术 而是尽心尽力地在袁术手下做事 希望以此赢得袁术的重视 孙策的表现 很快赢得了大家一致赞誉 袁术对他的能力赞不绝口 并表示会提拔他为九江太守 不过袁术食言了 他将九江太守的位置给了沉寂 孙策对此非常生气 但选择了隐忍 后来 袁术让孙策去攻打卢江 并承诺拿下卢江后 就让孙策做卢江太守 为此 孙策前去攻打卢江 并成功将其拿下 就在他满心欢喜地准备 做卢江太守时 没想到 袁术又没有兑现承诺 将卢江太守之位给了刘勋 袁术接连违背承诺 让孙策失望至极 他自知 在袁术手下没有发展前途 便打算自立门户 此时的孙策 没钱没粮 更没有谋事 创业之路困难重重 但孙策已经抱定自立门户的决心 后来在别人的引荐下 孙策前去拜访明氏张宏 张宏见孙策是个身怀大志的人 便给他指了一个方向 张宏表示 孙策应该去投奔他 在丹阳做太守的舅舅武警 以吴郡、会计 作为根据点发展势力 逐步往荆州、扬州发展 然后以长江为天险 进一步占据江东 孙策听从了张宏的建议 准备自立门户 他当下需要一个脱离袁术的契机 恰好此时 袁术正在攻打扬州 可派出几路人马均以失败告终 孙策见状主动请鹰前去攻打扬州 袁术虽然孙策有防备之心 但他不认为 孙策有自立门户的能力 便同意了孙策的请求 袁术给孙策配备了 一千多名士兵和几十匹战马 让他自己到地方上去募兵 就这样 孙策带着这一千多人 和数百名父亲曾经的旧部 开启了创业之旅 凭借自己的威望和极强的战斗力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投奔 没过多久 他的队伍就发展到五千多人 随后 孙策又将自己的好友周瑜拉拢过来 周瑜于公元175年生于卢江 周瑜家中世代为官 在江东一带颇有势力 孙策和周瑜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结交 因为志趣相投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 孙策将打算自立门户的消息 告诉周瑜后 他便毫不犹豫地带着钱财和人马前来支援 周瑜给孙策带来的不仅仅是钱财 兵马上的支持 更多是管理上的支持 周瑜就像是孙策的大总管 在他的辅助下 孙策只管行军打仗 不用操心 梁氏后勤这些事情 在横扫江东的过程中 孙策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刘游 刘游在江东地区很有威望 而且他围观清廉 民意基础很高 从道义层面来看 出兵攻打刘游 刘游似乎不太合适 但孙策生在乱世 乱世第一要物便是生存 生存第一要物就是获得更多的地盘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孙策决定 先袭击牛主营地 这里是刘游的粮仓和武器库 也许是没料到 有人敢来攻打自己 刘游并未在牛主营地部署重兵 结果被能征善战的孙策轻易拿下 刘游失去牛主营地后元气大伤 但并未伤及根基 因为当地商谷大户都依附于刘游 这些人都愿意倾尽全力来帮助刘游 刘游只是失去了一个武器库和粮仓 根据地并未丢失 士兵也没折损多少 在面对孙策的时候 仍能保持很大的优势 但刘游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不会知人善用 刘游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太史慈 此人战斗力很强 而且具备足够的谋略 当时就有人建议刘游重用太史慈 结果刘游没有听从建议 只是任命太史慈做一个侦察员 负责侦查孙策的动向 当孙策得知刘游的人士部署后 果断选择了出击 他先是击败了刘游的帮众 然后目标直指刘游的大本营 屈娥面对孙策的强烈攻势 刘游自知没有还手之力 最后选择了逃跑 孙策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屈娥 屈娥之战为孙策荡平江东打下了基础 拿下屈娥后 孙策并未沾沾自喜 而是严肃军技 禁止士兵伤害百姓 为了在江东树立形象 孙策对刘游的旧部采取了宽容政策 只要他们愿意主动投降 一概既往不救 为了调动当地人参军积极性 孙策出台了一个规定 每家只需要出一个人参军 全家就可以免除赋税摇曳 在多种举措的鼓励下 孙策的军队得到了迅速的扩充 完成队伍升级后 孙策又对会计军展开攻势 会计太守名叫王朗 也是一个为人清廉且能力出众的人 不过在带兵打仗方面 王朗完全不是孙策的对手 孙策没有耗费太多代价 便将会计拿下 攻破会计后 王朗成为了俘虏 孙策知道 王朗平时并未作恶 在会计一带有些威望 便没有加害他 但王朗坚决不肯为孙策效力 对此 孙策也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将其释放 后来 王朗辗转来到了曹操帐下为官 大家之所以熟知王朗 是因为三国演义中 有这么一个情节 王朗前去劝降诸葛亮 结果被诸葛亮大骂 厚颜无耻 年迈的王朗经受不住打击 吐血身亡 不过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 现实里 诸葛亮的确骂过王朗 不过是通过书信的方式 而且王朗也并未因此身亡 小说里这个情节 实际上是在抬高诸葛亮 接连拿下刘游和王朗 摆在孙策面前的障碍 只剩下盐白虎 盐白虎是山贼出身 后来集结了数万人 盘踞在吴郡一带 和孙策的正规军比起来 盐白虎只能算一群乌合之众 当得知孙策前来征讨时 盐白虎甚至都没有抵抗 就弃城而逃 至此 孙策彻底掌控了江东 此时的孙策不但兵强马壮 身边也聚拢了一批 诸如周瑜 成朴 黄盖这样的人才 不断朝着霸业迈进 比起孙策的风生水起 刘渝的发迹之路 显得非常曲折 之前 刘渝脱离公孙赞阵营 前来支援徐州 让徐州牧陶谦十分感动 公元194年12月 陶谦病逝 在病逝之前 陶谦告诉弥竹 打算把徐州让给刘渝 对此弥竹表示赞同 弥竹家族是徐州的商骨大户 产业遍布整个徐州城 当初陶谦担任徐州牧师 为了便于治理 请弥竹担任别价一职 帮助他打理徐州的政务 弥竹由此 从一位商人成为了政客 作为一名商人 弥竹深谙政治投资之道 要想在乱世之中 保持家族兴旺 仅靠金钱是不够的 必须依附于政治力量 以他的识人之道 他认为 刘渝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人才 陶谦死后 弥竹便第一时间派陈登到小配 请刘备入主徐州 刘备得知陈登的来意后 内心大喜 但刘备为了保持君子人设 以自己能力低下为由 选择了推辞 陈登知道 刘备是故意推辞 并请恐龙帮忙劝说 最终在恐龙的劝说下 刘备接受了邀请 随后 弥竹将徐州牧的印售交给刘备 就这样 刘备正式拥有了一块 属于自己的地盘 这一年刘备34岁 距离第一次参加黄金起义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就在刘备准备在徐州大干一场时 却因为卷入曹操和吕布之间的战争 再次失去了徐州 之前 曹操和吕布在濮阳爆发了大战 后来因为缺粮 双方暂时休战 休战后的曹操 仍未解决缺粮问题 袁绍得知曹操的情况后 主动邀请曹操到夜城休整 此举看似是在向曹操示好 实际上是想将曹操收之麾下 面对袁绍抛出的橄榄枝 曹操动了投奔袁绍的心思 谋视承玉看出了曹操的心思 他力劝曹操不要去投奔袁绍 如果投奔了袁绍 再想脱离他的控制 就会非常困难 承玉告诉曹操 虽然眼周大部分 已经被吕布占领 但仍有三座城池 在他们掌控之中 此时应该以这三座城池 和手中数万军队 作为基本盘 慢慢寻找打败吕布的机会 而不是投奔袁绍 在寻玉、承玉等人的帮助下 曹操放弃了投奔袁绍的想法 挺过了极其艰难的一年 第二年春天 曹操带领 已经恢复战斗力的军队 偷袭巨野成功 斩杀了吕布两员大将 吕布得知消息后 与成功一起攻打曹操的大本营 曹操没有料到吕布会来偷袭 便安排其他士兵 在麦田里收割麦子 大本营仅有一千多士兵 根本受不住吕布的攻势 但吕布见曹操营中没有设防 以为有诈便掉头撤兵 撤兵后的第二天 吕布越想越不对劲 他觉得曹操大营一定空虚 否则就会前来追击 他不想放弃全歼曹操的机会 于是 当即率军再次攻打曹操 曹操得知吕布再次来袭 预先设下了埋伏 一半士兵在营中等候 另一半士兵在周边埋伏 吕布到来后 见曹操营中士兵和上一次差不多 大喜过望 下令全军进攻 等吕布军队快到曹营时 埋伏在一旁的曹军杀了出来 将吕布前后包抄 由于缺乏战前准备 吕布军队乱了阵脚 他下令全军撤退 曹操见时机成熟 下令全军追击 并一举拿下了衍州全境 此前被吕布占领的城池 又回到了曹操手中 战争就是如此的出人意料 如果吕布能继续保持对峙 大概率能取得这场博弈的胜利 但他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失去了衍州 战败后的吕布来到了徐州寻求庇护 刘备知道 吕布是个反复无常的人 并不想接纳他 但考虑到曹操和徐州结怨 如果率兵来攻 以现在的兵力恐怕难以抵挡 无奈之下接纳了吕布 接纳吕布后 刘备没有等来曹操的报复 却等来了袁术极度 袁术见刘备不费一兵一卒 拿下了徐州 分外眼红 于是率军前来攻打 与此同时 袁术还派人和吕布密谋 让其袭击下批 事成之后 就送二十万壶大米给他 反复无常的吕布 答应做袁术的内应 面对前来征讨的袁术 刘备带着关羽前去迎击 让张飞镇守下批 就在刘备在前线和袁术 打得难解难分时 张飞却丢了下批 张飞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 通俗来讲就是情商很低 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在镇守下批期间 张飞与下批守将曹报发生了矛盾 为了报复张飞 曹报暗中联系吕布 并大开城门 放吕布军队进来 张飞尚不知道曹报已经叛变 仓皇之下不知如何应对 最后选择了逃跑 吕布兵不血刃拿下了下批 进而占领了徐州 并将刘备的欺世俘虏 得知下批失守后 刘备无心恋战 只能带着残兵逃跑 此时的刘备陷入到了绝境 这是他起兵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 关键时刻刘备得到了贵人相助 这个贵人便是弥竹 弥竹非常看好刘备 此次见他落难 弥竹将自己府上豢养的 两千多个家奴送给刘备 补充军队损失 同时还给了刘备大量金银财物 作为后勤补给 为了进一步和刘备捆绑 弥竹又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 她的妹妹就是著名的弥夫人 在弥竹的帮助下 刘备暂时渡过了难关 士兵们不至于继续挨饿 不过此时的刘备 需要寻找一个落脚点 无奈之下 他选择投奔吕布 此时的吕布已经占领了徐州 面对刘备前来请降 吕布选择了同意 之所以接纳刘备 是因为袁术没有兑现承诺 之前答应给吕布二十万壶大米 如今一厘米都不愿意拿出来 通过之前 袁术对孙策的反复无偿可以看出 袁术是一个心胸极其狭隘的人 这样的人只是吃了父辈留下的红利 否则以他的人品和能力 根本不能在三国立足 吕布接纳刘备后 将其安排在小佩驻扎 时宜事宜 前不久 吕布还来请求刘备收留 没过多久 两人的境遇完全反转 这种情况在三国时期非常正常 所以诸侯之间除非有深仇大恨 不然不会下死手 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刘备到小佩驻扎后 内心十分郁闷 不过他表面上仍保持着气定神仙 这是刘备的可贵之处 在面对挫折的时候 没有颓废不堪 而先是生存下来 在伺机而动 刘备的隐忍 并未换来元素的宽恕 他觉得刘备是个隐患 便派大将纪灵率领三万大军 前去攻打刘备 吕布得知此事后 亲自率军前去救援 纪灵涉与吕布的勇猛 不敢贸然出兵 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在对峙期间 吕布做起了何事老 他将纪灵请到大营 说撮合他与刘备讲和 为了让纪灵答应和谈 吕布命人将他的兵器 方天化己放在150步处 吕布表示 如果他能射中己上的小只 纪灵就撤兵回退 如果射不中 他便不再插手此事 纪灵可以随意讨伐刘备 150步的距离非常远 除非是神射手 否则无法用弓箭射中 这个距离上的目标 纪灵知道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便答应了吕布 随后 吕布张弓搭建 射中了目标 吕布展示出来的高超武艺 让纪灵等主将大为吃惊 他们自知不是吕布的对手 便选择了撤兵 这就是著名的原门射击 这个事件是真实存在的 三国志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这其中或许存在一些夸大的成分 但也可以窥见 吕布的武艺确实高超 解除危机的刘备 并未打算长期寄人篱下 他开始积极招募士兵 凭借自己先前积累的名望 刘备很快便招募了数千士兵 逐渐走出了失败的阴霾 吕布得知刘备的举动后 认为不能养虎为患 马上率兵前去攻打刘备 刘备的新兵在吕布军队面前不堪一击 没抵抗多久便被击溃 眼见自己的心血腹之东流 刘备十分心痛 不过 他心痛之余还保持着理智 为了生存 刘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前往许县投奔曹操 面对刘备来头 曹操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他不但给刘备拨付兵马粮草 还上书朝廷任命他为豫州务 尽管这只是一个虚职 没有实际地盘 也看出曹操对刘备足以重视 经过连续奔波 刘备总算在曹操这里 得到一丝休整的机会 在诸侯争霸的这段日子里 长安城里也充满了一片肃杀之气 当初李雀等人率领西梁军反攻长安 杀死王允后 便以武力控制了朝廷 将汉县帝刘夕当成了傀儡 西梁军各路首领逼迫刘夕 对他们进行提拔封赏 最终李雀被任命为车骑将军 统领全国兵马 郭四被任命为后将军 樊仇和张继分别被任命为右将军和票骑将军 整个朝堂成了这四路军阀任意摆弄的后花园 所有的官员任免都要经过他们同意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当一个帝国的权力掌握在四个人手中时 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权力争斗 权力可以让人成为紧密的战友 也可以让人反目成仇 这是人性使然 公元194年 西梁军团的另一股势力马腾和寒碎 在与李鹊谈利益的时候产生了分歧 双方之间出现了矛盾 此事被马羽 刘范等朝堂大臣察觉 于是 刘范等人派人前去与马腾接洽 鼓动马腾率兵进攻长安 他们可以作为内应 马腾被说动 率领大军直奔长安而去 就在即将到达长安之际 刘范等人的计划遭到泄露 他们害怕被李鹊清算 选择了逃跑 失去内应的马腾变得很被动 为了巩固自身地位 李鹊派自己的侄子李力 连同凡仇 郭四前去迎战马腾 李力自视自己是李鹊的侄子 在军中表现得非常懒散 凡仇见状怒斥了李力一番 此事被李力记恨在心 产生了报复凡仇的想法 凡仇是一员猛将 打仗的时候很有一套 在他的率领下 马腾 韩岁被打得溃败 并一路将他们追至陈仓 韩岁眼见不是凡仇的对手 于是集中生智 他下令军队停止撤退 然后在军中大摆宴席 请凡仇赴宴 以此来向凡仇谢罪 凡仇是个城府不深的人 他本来和韩岁 都是出自西梁军这一脉 如今见韩岁主动示弱 便命令士兵放下兵器 前去赴宴 九族饭饱后 凡仇选择了班师回朝 此事被李力完全看在眼里 回朝后 他将凡仇的举动 添油加醋后告诉了李鹊 李鹊疑心很重 此后便对凡仇产生了猜忌 碍于凡仇手中握有军权 李鹊并未在凡仇面前表现出异样 而是暗中观察 后来 李鹊担心凡仇造反 便摆了一桌鸿门宴 席间让刀斧手将凡仇杀死 然后顺势收编了凡仇的军队 李鹊的行为让郭四产生了防范 他担心李鹊将来也会像对待凡仇一样对待他 整日生活在惶恐中 后来郭四决定结束这种惶恐的日子 公元195年 郭四和李鹊正式反目成仇 双方军队在长安城内展开了巷战 这场巷战持续了数月 期间死伤不计其数 眼见通过巷战不能分出胜负 两人便展开了皇帝争夺战 双方都想把汉县帝抓在手里扣为人质 最终 李鹊抢先一步 把汉县帝抢了过来 郭四见皇帝被抢 下令把朝堂大臣都抓起来扣为人质 然后双方士兵继续展开厮杀 相互分不出胜负 正所谓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就在李鹊和郭四两败俱伤时 领兵在外的张继返回了长安 他以维护国家稳定的名义 命令双方停手 否则就出兵攻打 精疲力竭的郭四和李鹊 无法与张继抗衡 虽释放了皇帝和朝堂大臣 至此 持续数月的长安巷战就此结束 这场内乱让摇摇欲坠的东汉帝国更加雪上加霜 汉县帝经此叛乱后 打算重新将都城迁到洛阳 因为长安城到处都是李鹊和郭四的势力 公元195年秋 汉县帝带领百官启程前往洛阳 汉县帝东归洛阳的艰难程度 堪比唐僧取经 汉县帝刚离开长安不久 郭四就派兵前去劫持 他想把汉县帝这块金字招牌抓在手里 汉县帝仓皇之中跑到了大将杨凤营中避难 杨凤成功为汉县帝解了围 劫持皇帝失败后 郭四和李鹊暂时搁置了争议 打算再次将皇帝抓回来 于是派出更多的兵力前去追捕 护送汉县帝的杨凤 董成等人不是对手 最后拼死让汉县帝冲出重围 此意汉县帝虽然得以保命 但后宫嫔妃以及车马自重都被叛军劫掠 还有一批大臣在劫掠中被杀 杨凤战败后主动联系黄金军与党 请求他们前来相助 之前杨凤曾担任过黄金军领袖 后来才投靠李鹊 黄金军与党经过权衡 认为这是一桩比较划算的生意 便答应了杨凤的请求 派兵前来相助 并将郭四、李鹊联军打败 这次战胜为汉县帝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没过多久 郭四又派更多的士兵前来追击 无奈之下汉县帝躲到了安逸 此时的汉县帝已经山穷水尽 连一辆马车都没有 只能坐着牛车逃亡 河内太守见汉县帝实在是过于可怜 派人送去一些钱粮 让汉县帝不至于被饿死 但这些钱粮仅能暂时维持温饱 穷途末路之下 汉县帝派人前去与郭四、李鹊求和 郭里二人见汉县帝一行人已经走远 如果将他们逼死 也会引起天下诸侯的愤怒 便同意了求和 并且把汉县帝的嫔妃 以及抢来的皇宫用品还给了他 汉县帝带着仅有的物资和一众大臣 咬牙坚持着往洛阳出发 为了冲击 大臣们靠挖野菜来填饱肚子 皇帝也跟着一起吃野菜 经过几个月的奔波 汉县帝终于到了洛阳 但此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 此前 洛阳被董卓一把火焚烧 没留下一座完整的宫殿 偌大的皇宫成了遗址 上面长满了杂草 汉县帝到了洛阳后 总算脱离了湖口 不用再担惊受怕 为了让皇帝能吃上饭 大臣们每天到附近的山上砍柴 摘野果 来维持基本的温饱 不少大臣在此期间殒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 汉县帝好歹活了下来 后来 汉县帝回到洛阳的消息 传到各路诸侯耳朵里 对此有人表示惋惜 有人幸灾乐祸 曹操得知汉县帝回到洛阳的消息后 打算将其接到许县 起初一些谋士反对曹操迎接汉县帝 害怕此举招致其他诸侯前来讨伐 但巡御认为 这是一个好机会 力挺曹操前去迎接汉县帝 有了巡御的支持 曹操动身前往洛阳进行迎接 当初 举兽给袁绍做目标蓝图的时候 其中就有迎接天子这一条 如今有了接天子回家的机会 袁绍却开始犹豫起来 因为汉县帝不是他用力的 他本人不喜欢汉县帝 不想把皇帝接到冀州 在这方面 袁绍和曹操差得不止一星半点 曹操迎接汉县帝也并非一帆风顺 当曹洪率兵到达洛阳表达来意后 董承担心皇帝再次落入虎口 坚决不让曹操入城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时 董昭主动出面打破了局面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部下 在袁绍手下一直得不到重用 遂离开袁绍到朝廷谋职位 后来被提拔为一郎 董昭知道曹操的雄才大略 认为只有曹操才能挽救汉氏 于是 假借曹操的名义给杨凤写了一封信 信中对杨凤大家赞赏 把他捧为挽救汉氏的首功之臣 除此之外 还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 这封书信让杨凤看得飘飘欲先 当即答应 让曹操前来觐见皇上 曹操见到汉县帝后 表明了来意 汉县帝对此很感动 受与曹操节月 见到皇帝只是第一步 并不代表能将他带到许县 必须要经过杨凤的同意 后来 董昭给曹操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曹操给杨凤送了一份大礼 然后以洛阳缺吃少喝为由 带皇帝回鲁阳改善生活 趁杨凤松懈之际 火速将皇帝转移 杨凤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 当他听说 曹操要把皇帝带到鲁阳时 感觉鲁阳距离自己的驻地梁县不远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便同意了曹操的请求 得到杨凤的默许后 曹操火速带着汉县帝直奔许县 后来杨凤发现自己上当 带兵到许县讨伐曹操 最终以失败告终 杨凤为了保命 前去投奔了元术 就这样 汉县帝被曹操接到了许县 许县就是后来的许都 汉县帝的到来 让曹操谋徒霸业时 又多了一张王牌 汉县帝在曹操的安排下 在许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对此 汉县帝非常满意 后来下诏封曹操为大将军 在曹操的建议下 汉县帝下诏封袁绍绍为太尉 在东汉末年 朝廷百官之首是大将军 而不是太尉 对于皇帝的封赏 袁绍选择了拒绝 因为袁绍感觉自己比曹操强太多 曹操是宦官后人 让他趋于曹操之下 是对他的侮辱 曹操得知袁绍的态度后 知道此时不能激怒袁绍 于是让汉县帝 把大将军之位封给袁绍 曹操重新被任命为司空 对此袁绍表示满意 不再与曹操计较 安抚完袁绍的情绪后 曹操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招揽人才 他知道早晚有一天会与袁绍翻脸 要赶在翻脸之前增强实力 而积累人才是增强实力的基础 于是曹操提拔巡域为适中 代理上书令 总管一切事物在寻遇的举荐下 曹操又得到了郭家和中游 这三人都是顶级人才 有了人才的储备 曹操便开始继续寻求扩张 此次他将目标放在了荆州 荆州木刘表是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人 只想偏安抑郁 奈何荆州的地理位置过于优越 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注定了荆州不可能偏安抑郁 刘表为了防范曹操偷袭 特意将张秀安排在晚城抵御外敌 张秀是西梁军领袖张继的侄子 张继能归负于刘表纯属意外 当初张继因为缺粮到荆州劫掠 结果被刘表打败 张继也意外身亡 张继死后 张继接手了他的队伍 刘表眼见张继无处可去 便提出收留他 就这样 之前还是剑把弩张的梁伙人 如今成为了战略伙伴 曹操要想拿下荆州 就必须先打败张继 公元197年 曹操率领大军攻打张继 张继是一个聪明人 他知道 刘表将他安排在晚城 就是为了抵御曹操 不过 张继的实力不能与曹操匹敌 为了自保 张继第一时间打开城门 向曹操请降 张继的投降让曹操很欣喜 甚至有些得意忘形 一旦得意忘形 就容易犯错误 曹操拿下晚城后 并未打到回府 而是进城考察了一番 在考察过程中发现 张继的遗孀颇有姿色 对寡妇情有独钟的曹操 迫不及待地把她收至怀中 张继看到自己的婶婶被曹操霸占 心里不是滋味 但只能默默忍受 后来 曹操又不断对张继的部下示好 这让张继感到不安 以为曹操是在架空她 于是萌生了反意 此时 西梁军谋事贾许 已经在张继仗下效力 贾许得知 张继对曹操不满后 为其精心制定了一个 诛杀曹操的计划 在贾许的指导下 张继让自己的婶婶 把曹操惯得醉生梦死 然后率军将曹操的大营包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曹操几乎不可能逃脱 但曹操手下猛将太多 首当其冲的便是点维 点维有万夫不当之勇 在她的拼力厮杀下 曹操获得了逃命的机会 点维因为陷入重重包围 最终立战而死 曹操在逃亡的途中 坐骑被射死 他的长子曹昂将坐骑让给了曹操 曹操骑上战马成功逃脱 曹昂却在乱军中被活活砍死 除了点维和曹昂之外 曹操的侄子曹安民 也被张绣所杀 这场战争就是晚城之战 此意让曹操损失惨重 因为他的疏忽大意 给军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尤其是长子曹王的死 让后来曹氏集团陷入了力处之争 晚城之战过后 曹操的实力得到一定的削弱 与曹操相邻的袁树 见曹操如此不堪一击 便加快了称帝的步伐 袁树想称帝并非一时兴起 两年前 袁树就曾在众人面前 表达了称帝的想法 袁树说刘氏衰落 汉氏气数已尽 袁家四代公卿 备受百姓爱戴 他想顺应民心登基为帝 对于袁树想称帝的举动 他的臣子几乎都表达了反对 但袁树并未因此放弃称帝 而是时刻静待时机 他觉得只要时机选得好 就没人能阻止他称帝 他认为 当下就是比较好的时机 从客观层面来看 此时的袁树正值鼎盛时期 他占据十一郡 治下有百万人口 兵力超过十万 而且袁树占据的地方 都是生产力发达的区域 很少受战乱的侵扰 这些都是袁树称帝的底气 如今 曹操刚刚战败 锐气受挫 袁绍和公孙赞争得你死我活 刘表安于现状 孙策埋头于江东 此时称帝无人能前来阻止 下定决心后 袁树找了一个算命大师 向上天求了一句称语 作为他登基称帝的理由 公元197年2月 袁树不再理会他人的看法 毅然决然地选择称帝 定都寿春 改国号为重视 袁树称帝后 并未打算做一个明军 而是彻底放飞自我 他不但压制治下的百姓 就连自己的士兵也不放过 在袁树的统治下 皇宫里一片阴歌厌恶 皇宫之外则是恶嫖满地 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袁树称帝 相当于否定了东汉政权 加之自身横征暴敛 没过多久 就遭到各路诸侯的一致声讨 袁树称帝之前 孙策就写信力劝他 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否则就会成为公敌 孙策料到 袁树不会听自己的劝阻 之所以依然写信 是想表明自己的态度 撇清与袁树之间的关系 曹操看到孙策声讨袁树后 便主动前去拉拢 让他作为讨伐袁树的先锋 作为交换条件 曹操向朝廷上书 任命他为明汉将军 此时的孙策 虽然已经是江东霸主 但这些称号都是自己加封的 没有得到东汉朝廷的认可 得到朝廷的加封后 相当于承认了他的合法性 可以名正言顺地 前去抢袁树的地盘 对于曹操的提议 孙策欣然接受 按照曹操你的诏令 孙策需要会同 吴郡太守陈宇一起出兵 讨伐袁树 但在讨伐的过程中 吴郡太守陈宇产生了异心 他见孙策如此年轻 就作用这么大一片地盘 内心十分妒忌 于是 暗中与丹阳 宣城等地的流寇密谋 等孙策大军离开大本营后 与这些流寇匪首 就一拥而上 共同瓜分孙策的地盘 但陈宇的密谋 被孙策截获 还未等陈宇动手 便派人直取他的老巢 将陈宇全家老小 以及心腹将士全部活捉 陈宇见状不妙 逃跑至冀州投奔了袁绍 孙策见陈宇逃跑 趁机收编了他的队伍 紧接着 孙策又拿宣城 京县等地 将整个江东全部收入囊中 孙策的公开声讨 让袁束失去了江东大片土地 加上曹操 刘表的联合围攻 袁束的处境十分危急 此时的他迫切需要一位盟友 为他分担压力 于是 他将目光描向了吕布 派人游说吕布与其结盟 为了表示诚意 袁束愿意与吕布 结为儿女亲家 让自己的儿子娶吕布的女儿 吕布见袁束主动来示好 而且他的身份还是皇帝 内心十分高兴 当即接受了袁束的拉拢 并让自己的女儿 跟随袁束的使者一起回去 后来 吕布在佩国向陈规的劝说下 放弃了与袁束结盟 陈规明确地告诉吕布 袁束在这个时候拉拢他 就是把他当冤大头 让其他诸侯把矛头指向吕布 吕布认为 陈规说的有道理 自己确实被袁束算计了 于是不再与袁束结盟 并亲自骑马追赶袁束的使者 把自己的女儿抢了回来 吕布的反悔让袁束非常生气 派张勋 杨凤等七路大军前来讨伐吕布 面对袁束的讨伐 吕布惊恐不已 他向陈规讨教如何解围 陈规让自己的儿子陈登 以吕布的名义给杨凤写了一封信 劝说他不要为袁束效力 否则会被当作乱臣贼子 被其他诸侯讨伐 吕布表示 愿意与杨凤暗中联手 反攻袁束 事成之后 钱粮都归杨凤 杨凤是一个底线不是很高的人 和张勋等袁束的心腹大将相比 他只能算是个外人 在吕布的引诱下 杨凤选择了倒戈 当张勋等人率领大军前去讨伐吕布时 杨凤突然在大后方 抄了张勋等人的后路 把袁束大军打得溃败 紧接着 吕布联合杨凤乘胜追击 进一步打击袁束的势力 曹操见袁束被吕布 孙策打得死去活来 也于当年秋天正式向袁束宣战 袁束知道 自己不是曹操的对手 他安排部将殊死利拼 然后带着家小选择了逃跑 袁束逃跑后 整个国家迅速土崩瓦解 身边的得力干将 几乎被杀得干干净净 从此之后 袁束便一蹶不振 不久后便彻底复命 在讨伐袁束的过程中 曹操最大的收获 就是获得了许楚这元猛将 许楚本是袁束的部下 袁束逃跑后 许楚觉得 没有必要为袁束继续送命 于是率领布中选择了投降 许楚的到来替代了点围的作用 成为曹操身边最忠实的护卫 多次救曹操于为难之中 打败袁束后 曹操并未选择休整 而是将征讨目标锁定在张秀身上 此前张秀突然反叛 差点要了曹操的命 此事曹操一直记恨在心 如今挟大胜袁束的余威 曹操打算找张秀一雪前耻 张秀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 急忙派人向刘表求救 刘表见曹操来势凶猛 只派了议员部将前去 象征性的支援了一下 张秀看透了刘表的心思 为了保存主力 张秀也选择了逃跑 曹操兵不血刃便拿下了晚城 由于实至年关 将士们思乡心切 无心恋战 曹操选择了班师回朝 此次南征虽然收获颇丰 但曹操仍然不满意 因为没有活捉张秀 每当想到张秀的时候 曹操就恨得咬牙切齿 第二年开始 曹操就打算集结大军 前去征讨张秀 对此军师寻忧表示反对 他告诉曹操 张秀和刘表之间 迟早因为粮草问题会发生矛盾 等他们发生矛盾 再承虚而入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此时前去攻打 反而会让他们更加团结 对于寻忧的判断 曹操表示认同 但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毅然决然地表示 当下就要前去征讨 曹操之所以如此着急 一方面是想为大儿子曹昂 报仇血恨 另一方面是因为 袁绍已经强势崛起 他必须赶在和袁绍撕破脸皮之前 消除张秀这个后顾之忧 否则将来和袁绍对峙的时候 张秀就会在大后方捣乱 不得不说 曹操的眼光还是比较长远的 公元198年3月 集结完毕的曹操 新率大军前去讨伐张秀 张秀察觉到曹操的动向后 再次向刘表搬救兵 在刘表援军赶来之前 张秀已经被曹操围在阳城 但张秀不是一个庸才 在他的带领下 曹军未能攻进阳城 两者就这样形成了僵持 就在此时 曹操得到一个消息 有人劝袁绍趁曹操远征之际 率兵直取许都 这个消息让曹操冷汗直流 如果袁绍真的偷袭许都 之前的心血都会复之东流 想到此处曹操打算班师回朝 不过 曹操的撤军过程 并不顺利 张秀眼见曹操撤退 便联合刘表的援军 对他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曹操因此吃了一次败仗 好在曹操的军队训练有素 最终突出了重围 于当年七月 成功返回了许都 回到许都后 曹操发现是虚惊一场 因为袁绍还在与公孙瓒纠缠 而且 袁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在是否偷袭许都这件事上 犹豫不决 最终错失大好机会 回到许都曹操打算腾出手来对付吕布 之前 刘备被吕布以卑鄙的手段赶出徐州 为此 两人结下了仇恨 刘备投靠曹操后 一直在寻找报复吕布的机会 时不时地派人前去骚扰吕布 后来吕布不堪其扰 派北地太守张辽前去讨伐刘备 曹操得知消息后 派夏侯敦前去支援刘备 但在夏侯敦到达之前 刘备已经被打得溃败 他的妻儿也被吕布俘虏 刘备本以为夏侯敦能与吕布一战 结果也被打败 得知前线失利 想消息后 曹操决定亲征 公元198年 曹操率领大军前去征讨吕布 当曹操到达鹏城时 陈公告诉吕布 一定要趁曹操立足未稳之际主动出击 但吕布却想等曹操主动进攻 然后将其赶到似水 吕布的疏忽大意 让其错失了打败曹操的最佳时机 等曹操的军队休整完毕后 一鼓作气拿下了鹏城 为了震慑吕布 曹操对已经投降的士兵 和没有武器的百姓进行了屠杀 这是曹操的又一次屠城 拿下鹏城后 曹操紧接着攻打下批 眼见形势不妙的吕布 打算与曹操讲和 但陈公坚决反对讲和 因为陈公之前背叛过曹操 一旦讲和必死无疑 为了让吕布继续作战 陈公指出 曹操的粮草已经不足 只要能守住一个月 曹操必败 他坚持让吕布死守到底 在陈公的建议下 最终吕布选择了坚守城池 这一守就是几个月 吕布城中的粮草 已经出现了紧张 但更紧张的是曹操的粮草 为了速战速决 寻忧和郭家联合 给曹操献了一记 挖开四水和以水 淹掉下批城 这一招非常狠毒 但非常奏效 吕布本来就处于断粮的边缘 如今又雪上加霜 军中将士怨声载道 隐隐约约出现了滑遍的声音 吕布再次萌生了投降曹操的想法 不过陈公依然反对 后来 吕布手下几位将军 把陈公绑到了曹操那里 作为归降的投名状 吕布知道大势已去 没过多久 便选择了投降 吕布投降后 向曹操表达了归负之意 他表示 愿意做曹操手下一员部将 率领骑兵为曹操东征西逃 对此 曹操比较心动 毕竟吕布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 但一旁的刘备和吕布 有深仇大恨 想借曹操之手除掉吕布 于是提醒曹操 让他别忘了吕布 异负丁元和董卓的结局 刘备的话 让曹操下定决心杀掉了吕布 最终 曹操下令让吕布自意身亡 曹操在处理吕布的问题上 并未表现出过多的犹豫 而吕布的谋事陈公 却让曹操百赶交集 五位杂陈 陈公在曹操起兵之初就全力跟随 并帮助曹操成功拿下眼周 如果没有陈公的帮助 曹操的发展不会这么顺利 陈公之所以离开曹操 是因为曹操在徐州屠城 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滥杀无辜 尽管陈公背叛了曹操 但曹操内心并不想杀陈公 只要陈公愿意低头服软 继续为曹操效力 曹操还是会重用他的 但陈公是一个硬骨头 面对曹操的好言相劝 他一心赴死 最后曹操无可奈何 只能杀了陈公 陈公死后 曹操善待了他的家人 也并将他后葬 也算是给当初一起并肩作战 画下一个句号 此次曹操攻打吕布 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那就是得到了大将张辽 张辽在遇到曹操之前 跟随过丁元 何进 董卓和吕布 可以说空有一身本领 但没遇到民主 遇到曹操之后 张辽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 成为曹操手下一员 不可获取的大将 此时的刘备 仍未脱离曹操 而是跟随他回到了许都 曹操对刘备非常重视 灭掉吕布后 曹操上书举荐 刑刘备做了左将军 此时的曹操 已经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大诸侯 不仅占据着大量地盘 手里还握有汉县帝这张王牌 凭借汉县帝这张王牌 曹操经常对他人发号施令 这让其他诸侯非常不满 其中最不满意的就是袁绍 袁绍之所以没有和曹操翻脸 是因为他身后 还有公孙赞这个威胁没有解决 公孙赞就像是袁绍的一个心病 必须除之而后快 此后 袁绍又与公孙赞进行了多番博弈 公孙赞虽然打不过袁绍 但袁绍也无法剿灭公孙赞 后来 公孙赞眼见称霸天下无望 干脆选择放纵自己 把图谋天下的事情放在一边 整日与妻妾吃喝玩乐 对治下的百姓实施残暴统治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之后 终于被袁绍抓住机会 一举攻陷了他的地盘 最终公孙赞杀死了自己的妻妾 自己引火自焚 称霸多年的大军阀 最终以悲剧收场 消灭公孙赞之后 袁绍成功统一了河北 自身实力大增 此时的袁绍占据冀州 青州 幽州和冰州 手中握有数十万军队 个人势力达到了巅峰 称王称霸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过程 欲速则不达 战争作为实现王霸大业的主要途径 背后需要良好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 在军队数量和战将水平 旗鼓相当的情况下 战争最终比拼的是后勤补给 袁绍平定北方之后 军队已经疲惫不堪 此时 他最应该做的就是修生养息 让将士们养精蓄锐 为下一步拓展地盘做准备 但一心想要称霸天下的袁绍 有点急不可耐 在军队疲惫不堪的情况下 仍然寻找与曹操决一死战的机会 后来便爆发了著名的关渡之战 就在袁绍达到人生巅峰的时候 他的弟弟袁树 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此前 袁绍一直看不上自己的哥哥袁绍 他自认为天之骄子 在没有能力称帝的情况下 强行选择称帝 结果换来了诸侯们的讨伐 并一败涂地 公元199年 已经无力维持皇帝之位的袁绍 烧掉了自己的皇宫 带着妻妾以及一份残兵钱 去投奔自己的属下 正所谓人走茶凉 这些老部下见袁绍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纷纷拒绝收留他 众叛亲离的袁绍 想起了袁绍 他给袁绍写了一封信 并把传国玉玺献给袁绍 希望能得到收留 袁绍对袁绍没有感情 但对传国玉玺感兴趣 便答应收留袁绍 当他兴奋地率领妻妾家丁准备投奔袁绍时 曹操派刘备截住了袁绍的去路 将他困在寿春 无论袁绍如何低声祈求 曹操始终不同意放袁绍一马 最终万念俱灰的袁绍 在愤恨中发病身亡 随着袁绍倒下 天下诸侯又少了一个 袁绍已经迫不及待地寻求 与曹操决议死战 此时的曹操和袁绍之间 只需要一个小火苗 就能引燃熊熊大火 不久后 这座小火苗就出现了 当初曹操在下批攻打吕布时 和内太守张扬打算去救援吕布 但还未出发 就被部下杨丑杀死 张扬死后 杨丑打算带着张扬的队伍投奔曹操 结果在半路上 又被部下衰顾杀害 随后 衰顾打算带着军队投靠袁绍 曹操得知此事后 派人截住了衰顾 并将他击杀 杀死衰顾后 曹操顺便将和内郡收入囊中 这件事让袁绍极为愤怒 此时的袁绍 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曹操决战 曹操也知道 与袁绍这一战不可避免 在正式决战之前 袁绍把手下谋士召集起来 询问他们该不该对曹操用兵 对此举授和田锋表示 此时不宜大举进攻曹操 因为百姓已经不堪重负 士兵们也因为连年征战疲惫不堪 此时最应该做的是修生养息 慢慢扩张地盘 时常派兵前去骚扰曹操 让他不能安心生产 三年后修整完毕 在集中兵力前去征讨 而不是在军民疲蔽的时候 寻求与曹操决战的机会 之前 举授给袁绍制定了谋徒天下的整体战略 可谓是高屋建林 此次针对征讨曹操一事 举授的建议也是非常理智的 但除了举授和田锋之外 其他谋士都赞成此时应该全力征讨曹操 免得夜长梦多 他们认为 现在袁绍集团兵强马壮 名将如云 将士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建功立业 如果此时不征讨曹操 未来恐怕会生变 在这场辩论中 主张对曹操用兵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听完谋士们的辩论后 袁绍的大脑彻底被急功近利的思想占据 当即决定讨伐曹操 当袁绍准备征讨曹操的消息传到许都后 曹操阵营的谋士一片惊慌 大家都觉得 曹操根本无法抵挡袁绍的进攻 但巡御对此却不慌不忙 他给大家仔细分析了 袁绍手下文臣武将们的特点 并给出了应对方案 巡御作为曹操的大管家 可谓是十分尽职 不仅了解自己阵营的优劣势 也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命门 听完谋士们的讨论后 最后曹操一锤定音地表示 袁绍此人志向大 谋略小 虽然纸面实力很强 真到了硬碰硬的时候 就会暴露出不足 因此袁绍不足为惧 当下要做的就是积极应战 曹操此言并非夸大其词 而是打心底里不怕袁绍 即便袁绍不主动寻求决战 他也会找机会征讨袁绍 公元199年6月 袁绍召集了精兵十万 准备南下进攻许都 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战争 为此 双方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眼见袁绍来袭 曹操让巡域坐镇许都 负责筹前梁 承域坐镇过程 保证大后方不被攻破 在前线布阵方面 一方面在主要关口上部署重兵 应对袁绍突然偷袭 一方面派人监视江东的洞下 防止孙策在背后插刀 与此同时 曹操还派人到西梁去安抚 韩岁 马腾等人 并成功说服他们与曹操合作 韩岁 马腾为了表示诚意 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许都作为人质 经过这番部署后 曹操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与袁绍正面交锋上 避免了因为与袁绍之争 而延伸出其他问题 面对袁绍派出的十万大军 曹操精心挑选了三万士兵 并把主要兵力集中在关渡 吸引袁绍前来决战 在这场博弈中 曹操看似是被动挨打的一方 但经过他的精心部署 逐渐占据主动权 反而成为了以意待劳的一方 不得不说 曹操在军事方面 确实有非比寻常的天赋 在曹操积极备战的同时 袁绍也在为这场战争布局 为了给曹操制造麻烦 袁绍派人去拉拢张秀和刘表 张秀和刘表位于曹操的南边 如果能和袁绍联合 将会对曹操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届时曹操将会父辈受敌 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面对袁绍的拉拢 张秀十分动心 就在他打算答应的时候 谋视贾许 当着袁绍使者的面痛斥袁绍 贾许此举是故意得罪袁绍 让张秀断了与袁绍合作的念头 张秀一向敬重贾许 他知道贾许这么做 肯定有有原因 贾许告诉张秀 可以前去投靠曹操 这个回答让张秀有些意外 因为前不久 张秀差点要了曹操的性命 曹操的大儿子曹王 也是因为张秀而死 对此曹操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将张秀剥皮抽筋 此时前去投靠曹操 无异于自投罗网 贾许看出了张秀的疑虑 他告诉张秀 袁绍自认为实力比曹操强 此时前去投奔 不会得到重用 曹操是一个 志在称霸天下的人 这样的人 会为了完成目标 放弃私人恩怨 如果前去投奔曹操 他一定会善待他们 并且将他们当作爱才的典型 向天下人展示 贾许作为三国第一都市 对人性的揣摩已经真挚化镜 他此番对曹操的分析非常精准 后续也正如他所料 当张秀率兵投降曹操时 曹操不仅不计前嫌 还让自己的儿子曹军 娶了张秀的女儿 贾许因为劝详张秀有功 被曹操败为执金玉 并深得曹操的重用 在接纳张秀这件事上 曹操充分体现了一个 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把个人恩怨放在大局观之后 只要是对达成目标有用的事情 都可以接受 张秀归附曹操 让袁绍十分恼怒 但又无可奈何 荆州木刘表 见张秀归附曹操 内心十分尴尬 他本身就是一方诸侯 坐拥十几万大军 没人能逼其归附 不过曹操和袁绍之间的决战 迫在眉睫 刘表必须做出选择 否则就会因为战错队而付出代价 但刘表只想偏安抑郁 不想被当成木偶一样被人摆弄 最终他选择了保持中立 加在两个阵营之间看戏 等曹元之间分出胜负再做打算 除了张秀和刘表外 还有一支力量能左右战局 那便是江东的孙策 在曹操与袁束剑拔弩张的日子里 孙策继续在江东扩展地盘 袁束死后 孙策将目标放在卢江和江下上 卢江太守刘勋 当初抢了孙策的太守之位 也算是和孙策之间存在过节 在谋取卢江的时候 孙策并未选择强攻 而是采用了智取 他派人向刘勋表达了合作意想 邀请他一同攻打上辽 并承诺和他一起瓜分新打下的地盘 刘勋见孙策不计前嫌拉拢自己 内心十分高兴 当即表示要出兵上辽 就在刘勋准备动身之际 谋视刘液看穿了孙策的心思 他知道 孙策之所以前来拉拢 是想让刘勋离开大本营 等刘勋率军出发时 孙策必定回来偷袭刘勋的大本营 刘液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刘勋 但刘勋并不认可他的判断 执意要去攻打上辽 结果正如刘液所预料 孙策趁刘勋攻打上辽之际 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刘勋的地盘 刘勋得知上当后 无力找孙策报仇 为了寻找立足之地 便率兵去江夏投奔了皇祖 皇祖和孙策之间有深仇大恨 当初孙策的父亲孙坚 就死于皇祖之手 眼见刘勋投奔皇祖 孙策火冒三丈 当即派出一路大军 同时征讨皇祖 并对刘勋发起了集中猛攻 在孙策的围剿下 刘勋几乎全军覆没 最后带着刘液一起投奔了曹操 孙策通过讨伐刘勋收获颇风 不仅得到了他的残军 也得到了上千艘战船 打败刘勋后 孙策并未进行修整 而是一鼓作气大举讨伐皇祖 此时的孙策已经无人可挡 皇祖眼见不是对手 只身逃走 他的妻妾孩子都成了俘虏 此意让孙策获得了战船六千余艘 金银财物不计其数 让自身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两战皆胜后 孙策并未前去进攻刘表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 只能和刘表势均力敌 没有必胜的把握 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江东的势力 孙策又派人劝降了豫章太守 豫章太守知道自己不是孙策的对手 而且孙策在对待百姓方面并不残暴 最终选择打开城门请孙策入城 至此 孙策完成了对江东的深度掌控 成了名副其实的江东霸王 这一年 孙策仅仅26岁 曹操听闻孙策建立的工业后 十分感慨 他预见到孙策将来可能是他的对手 但此时 曹操无暇分身与孙策作战 于是 他打算与孙策联姻 以此来安抚孙策 防止孙策在曹操与袁绍争霸的时候 趁虚而入 后来曹操把自己的侄女 嫁给了孙策的弟弟孙匡 孙策将自己的侄女 嫁给了曹操的儿子曹张 两个集团完成了首次联姻 经过一系列的部署后 曹操将大本营转移到了关渡 此时的袁绍已经来到阵前 双方爆发局部小规模战事 在战事全线爆发之前 曹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便是征讨刘备 此时的刘备 已经和曹操对立 在徐州扛起了反曹大旗 当初刘备奉曹操命令 拦截完袁束后 并未回去跟曹操复命 而是带着这支曹军逃跑了 通俗来讲 就是选择了叛变 不再继续留在曹操阵营 对于刘备的叛变 曹营中很多人都是有预感的 当初刘备被吕布打败 前来投奔曹操时 承玉等人就力劝曹操杀掉刘备 因为刘备并非持终之物 如果不除掉他 以后会成为后患 起初曹操也动了杀心 但郭家劝曹操不要杀刘备 而是采用软禁的形式 如果杀掉刘备 会损害曹操求贤的形象 让其他人才望而却步 之前曹操在徐州 杀掉了陈公一众朋友 引来了陈公的造反 如果再杀掉刘备 恐怕会引起更大的连锁反应 曹操听从了郭家的建议 没有杀掉刘备 但也没有软禁他 曹操知道刘备是个人才 想将他收为己用 于是安排了一次私人宴会 请刘备前来赴宴 以此来探查刘备的志向 这次饭局便是著名的青梅竹酒 论英雄 席间刘备故意示弱 后来为了隐藏自己的志向 甚至到田间劳作耕种 他以为这样能够成功骗过曹操 没想到曹操反而更加重视他 不但上书朝廷提拔刘备为左将军 还与他出则同车 坐则同席 刘备意识到 自己不能继续留在曹操身边 否则就可能等来杀身之祸 于是刘备时刻寻找离开曹操的机会 后来曹操派刘备前去拦截败走的元术 让刘备成功脱离曹操的控制 离开曹操后 刘备来到了下批驻军 后来杀死了徐州刺史 自己取而代之 入主徐州后 刘备积极拉拢周边的武装势力 共同加入抗曹大营 很多对曹操不满的人 纷纷归附刘备 与此同时 刘备还积极联络袁绍 准备协同夹击曹操 刘备的一系列举动 让曹操难以置信 曹操醒悟过来后 勃然大怒 至此 曹操和刘备彻底决裂 成为不死不休的对手 在征讨刘备之前 曹操在内部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重将是规劝曹操 应该把精力放在与袁绍的博弈上 不应该分心去攻打刘备 而曹操坚持认为 袁绍不足为虑 刘备才是他最大的对手 对此 郭家站在了曹操这边 郭家表示 袁绍性格优柔寡断 不会趁机前来攻击许多 刘备刚入主徐州不久 只要趁其人心慰稳之际 发起猛攻 一定能取得胜利 只有击败刘备 才能避免父辈受敌的情况 曹操非常信任郭家 他见郭家与自己的意见一致 更加坚定了攻打刘备的决心 此时的刘备尚且不是曹操的对手 在曹操的征讨下 刘备全线溃败 此战关羽被活捉后投降了曹操 刘备的妻儿也被俘虏 刘备则趁机逃跑 按照事先规划好的路线 刘备选择了投奔袁绍 袁绍为了树立求贤若渴的形象 亲自出城前去 迎接战败而来的刘备 在曹操讨伐刘备的时候 牟士田锋利劝袁绍前去偷袭许都 此时的许都必定防守空虚 只要能拿下许都 就能把曹操逼入绝境 但袁绍没有听从田锋的建议 他给出的理由让人惊掉下巴 袁绍说 他的小儿子正在生病 没有心思前去攻打许都 就这样 袁绍失去了改写历史的机会 后来 袁绍意识到 自己错过了一个灭掉曹操的机会 心中十分恼火 为了弥补这次过错 袁绍打算马上出兵攻打曹操 此时 田锋出来阻拦 他表示 曹操已经返回了大营 全军上下军心稳定 不能贸然进攻 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和曹操打持久战 急于冒进 只会陷入对方的节奏 最终被拖垮 田锋的力劝让袁绍很生气 他将之前错失偷袭曹操的怒火 全部都发泄到田锋身上 一怒之下 将田锋关进了大牢 紧接着 袁绍命行军主部陈林写了一篇 征讨曹操的习文 隶属曹操的罪状 为发起大决战做最后的准备 随着讨伐曹操的习文传至天下 袁绍正式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公元200年2月 袁绍正式进军黎阳 此战 袁绍任命大将严良为主帅 率领一万士兵前去攻打白马县 试图夺取黄河南岸 只要控制住黄河南岸 袁绍大军就能顺利渡河 与曹操在正面战场上和曹操相遇 袁绍能够利用自身军队数量上的优势 对曹操形成碾压 镇守白马的刘炎只有3000兵马 刘炎知道白马的重要性 他一边向曹操求救 一边率军殊死抵抗 硬生生扛下了两个月 当年四月 严良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曹操知道白马不能失手 打算去支援白马 巡御告诉曹操 曹军数量不能和袁绍相比 要想取胜必须分散袁绍的兵力 他建议曹操领兵到严金 假装要渡过黄河 切断对方后路 袁绍多疑 一定会分兵向西 届时曹操再率领骑兵精锐 到白马偷袭严良 一定能够大获全胜 巡御作为当事顶尖谋士 对袁绍研究得非常透彻 并利用袁绍的这个特点进行拿捏 这也是整个曹元整个博弈的一个缩影 曹操听完巡御的分析后 便率兵大张旗鼓地赶往严金 成功吸引袁绍的注意后 又亲率关羽张辽等人 火速奔赴白马 直到距离白马十几里的时候 严良才得知曹操前来救援的消息 此刻严良没有时间做出调整 最后被关羽斩于马下 白马之战也是关羽的成名战 严良的死让袁绍大为震怒 于是决定渡过黄河与曹操决议死战 谋士举兽力劝袁绍不要冲动 胜败乃兵家之长 此时应该稳扎稳打 如果贸然进攻就会落入曹操的圈套 举兽作为袁绍的头号谋士 当初给袁绍制定霸业蓝图的时候 袁绍一片赞叹 举兽认为 袁绍是个可扶持之人 后来袁绍的所作所为 让举兽认定 他是个妄自尊大 缺乏谋略的人 于是辞掉了在军中的职务 不再主动为袁绍出谋划策 袁绍认为 举兽此举是在意气用事 是为了逼迫他顺从 给全军做了不好的榜样 为了惩罚举兽 袁绍不但没有攻身请举兽回来 还把举兽的队伍交给了郭图 此举看似是在惩罚举兽 实际上 是在给自己挖坑射线 曹操解除白马之围后 料定袁绍必然会大怒 然后率兵反扑 还可能屠杀当地百姓来泄愤 于是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撤军的时候 带着当地百姓一起走 这个举动是收买人心的最好方式 以曹操过往的屠城经历来看 百姓的死活对他来讲并不重要 用这种方式举起仁义大旗 收买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带着百姓行军 曹军撤退速度很慢 很快就被袁绍的军队追上 前来追击的是袁绍的大将文丑 建援军步步紧逼 曹操命人将资重财物扔掉 同时命令军队原地休息 曹操之所以这么做 是料定 援军看到财物后 会抢夺财物而放弃进攻 因为援军克扣军饷的情况非常严重 军官经常截留士兵的军饷 经过层层剥削 到士兵手中所剩寥寥无几 如今他们见到满地都是财物 遂放弃进攻前去抢夺 曹操见时机已到 派出一支骑兵精锐前去攻击援军 并将援军一举击破 此意曹操麾下的大将徐晃表现出色 袁绍却损失惨重 不仅折损了大将文丑 还让整支军队的士气备受打击 不过 袁绍的底蕴很厚 这些损失并未动摇袁绍的根基 战争的主动权仍掌握在袁绍手中 随后 袁绍将十几万大军驻扎在关渡附近 双方进入到相持阶段 眼见袁绍和曹操斗得难舍难分 远在江东的孙策 孙策想趁机捞取利益 便派人袭击许多 准备将汉县帝劫持到江东为他所用 只要拥有了汉县帝 就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此时的许多已经空空如也 如果孙策趁机偷袭 成功率非常大 就在孙策准备动身之际 突然间传来了噩耗 孙策遇刺身亡 刺杀孙策的人是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 之前 孙策在占领江东的过程中杀死了许贡 为此他的门客一直在寻找为其复仇的机会 后来孙策单枪匹马地出去打猎 被许贡的门客守了个正招 猝不及防的孙策被射中面部 尽管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情势十分危急 孙策自知命不久矣 临死之前 他将跟随自己的江东重臣聚集在一起 当着他们的面将位置传给了弟弟孙权 然后一命呜呼 十年二十六岁 孙策之死是一件比较令人惋惜的事情 他当时取得的成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父亲孙坚 与曹操、袁绍相比 孙策拥有巨大的年龄优势 以孙策的雄心壮志 假以时日 必将打出一片灿烂的光景 孙策临死前已经有了儿子 不过 出于为江东大局考虑 孙策选择将位置传给年龄更大 做事更稳重的孙权 如果强行让自己的幼子上位 恐怕会重蹈汉县帝的悲剧 孙策之死让曹操暂时摆脱了大后方的威胁 能够将全部精力放在与袁绍的正面博弈上 前两战的胜利并未让曹操实现战局上的逆转 只是让曹操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 袁绍将十几万大军集结在一起 利用地道、望迪楼都一系列方式对曹军展开了攻击 这些非常规手段给曹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最终都被曹军化解 曹军凭借坚固的防御攻势 将数倍于自己的对手牢牢挡的门外 在战争相持阶段 比拼的是耐心 比耐心更重要的是粮草 由于袁绍占据杨武、严金、白马等地 后方运输粮道能够直达官渡 北方粮草能够源源不断地运送进来 反观曹军 许都和官渡之间的粮草并不畅通 时常受到袁绍的侵扰 只能勉强维持粮草供应 时间已久 曹操缺粮的问题日益严峻 为了筹措粮草 曹操只能加大当地百姓的税负 这让百姓们苦不堪言 纷纷逃至袁绍阵营 饿肚子的生活也让曹军上下士气低落 对此曹操显得十分无助 甚至萌生了撤回许多的想法 但巡御力劝曹操不要撤军 如果此时撤军 将来再卷土重来就难上加难 巡御的鼓励 给了曹操继续打下去的勇气 但勇气不能当饭吃 再这么继续耗下去 曹军坚持不了几天 就在曹操陷入绝境之际 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战据 此人便是许优 许优是袁绍身边的谋士 生性贪财 他觉得袁绍给的待遇太低 而且不重视他的建议 前不久 许优曾向袁绍建议 让他派一支骑兵前去偷袭许都 让曹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届时拿下曹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许优这个建议是非常毒辣的 如果袁绍采用了他的建议 必然会加速曹操灭亡的进程 但袁绍对许优的建议置之不理 如果仅仅是因为不被重视 许优还不至于叛变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反水的 是因为他的亲属贪污被袁绍严厉法办 这是许优叛变的导火索 到曹操听闻许优前来投奔的消息后 兴奋不已 亲自前去迎接 许优来到曹营后 直指曹操的粮草问题 曹操知道许优是个明白人 便不再掩饰自身粮草短缺问题 并向许优请教解决之道 许优打算给曹操送一份大礼 作为前来投奔的投名状 他告诉曹操 袁绍的粮草全部都囤积在乌朝 只有将乌朝一把火烧掉 才能逼迫袁绍撤军 其他将士对许优的到来 持怀疑态度 但巡玉和贾许认为 许优是真心来头 力劝曹操采纳许优的建议 为了战争的胜利 曹操打算放手一搏 于是亲率五千精兵连夜启程 穿上袁绍军队的衣服 一路穿过层层关卡 终于在天亮之前赶到了乌朝 将袁绍的全部粮草复之一具 得知粮草被烧后 袁绍十分愤怒 不过他也看到了新机会 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 突袭曹操的大本营 于是一边派人前去救援乌朝 一边派郭图张和率领大军 前去攻打曹操的大本营 曹操知道 袁绍不会善罢甘休 临走前派曹红驻守大本营 并下达了死守的命令 曹红面对前来偷袭的援军 殊死立战保住了大本营 而曹操则打退了前来支援乌朝的援军 并升勤了大将淳于琼 淳于琼本是曹操的同僚 他俩一起曾在大将军合进手下为官 曹操本想放淳于琼一马 但许忧力劝将其杀之 以免日后留下后患 曹操杀掉淳于琼之后 便率兵火速赶回大本营 此时援军对曹操大本营 发起了又一轮猛攻 潮水般的攻势让曹红难以招架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大军 曹红下达了殊死拨杀的军令 此时的曹军已经疲惫不堪 但已经杀红眼的他们 就像嗜血的恶狼一般扑向了援军 当郭图得知淳于琼被杀的消息后 知道此次行动已经失败 为了避免自己被追责 他打算让张和等人出来背锅 于是向袁绍进献谗言 构陷张和 在前线作战的张和 听说郭图陷害自己 为了避免被袁绍清算 最终选择了向曹军投降 起初曹红以为张和投降是假 没接受对方的投降 后来经过探查后得知郭图的构陷 逼得张和等人不得不另寻他路 便大开城门 接受了张和的投降 此时曹操正在赶往大本营的路上 当他得知张和投降的消息后 大喜过望 回营后第一时间便接见了张和 任命他为偏将军 封都停侯 张和的倒戈让援军彻底失去了主力 当消息传到袁绍大本营时 大家都预见到了结果 袁绍自知大事已去 继续相持下去 就会成为曹操的俘虏 无奈之下带着自己的长子 袁潭匆忙渡过黄河选择了逃命 本来袁绍占据着绝对主动权 最后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失败 或许人们觉得 曹操能取得这场胜利 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实际上 大部分是运气的结果 这些运气因素环环相扣 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获得胜利 尽管曹操个人能力比袁绍强很多 但在绝对实力差距面前 曹操没有任何犯错的机会 只要错一次 就会葬送整个战局 而袁绍几乎每个环节都在犯错 向世人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 袁绍逃走后 大部分将士都成了曹操的俘虏 在清理袁绍战利品的时候 曹操发现了一些曹军将领 与袁绍勾结的书信 对此曹操百感交集 他痛恨别人对自己不忠 但也知道这是人之本性 毕竟在那种情况下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胜利无望 随后曹操命人将这些书信一把火烧掉 曹操此举换得了这些人的忠心 同时也给世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吸引了更多人前来相投 袁绍的突然溃败 让被俘的援军将士猝不及防 很多俘虏兵不甘心失败 计划联合起来作乱 曹操得知此事后 为了永绝后患 一举坑杀了七万俘虏 对曹操这种志在霸业的人来讲 为了实现目标 即便坑杀七十万人也在所不惜 至此 曹操取得了关渡之战的全面胜利 袁绍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他的主力军队已经被彻底消灭 曹操一跃而上 成为北方最大的霸主 当初袁绍兵败时 只顾着自己跑路 他的首席谋士举兽没来得及逃跑 被曹操俘虏 曹操是一个非常爱财的人 他知道举兽的能力 想将他招致麾下 但举兽的家人妻小 全部都在袁绍手里 没有选择归附曹操 尽管如此 曹操还是给了他极大的后代 希望有一天能感化他 曹操的后代没有感化举兽 后来 举兽密谋回到袁绍的阵营 曹操无奈之下杀了举兽 取得关渡之战的胜利后 他没像袁绍那样穷兵独武 而是选择了修生养兮 与此同时 投在袁绍帐下的刘备 眼见袁绍兵败也开始进行下一步打算 公元二百年七月 袁绍派刘备去攻打许都 关羽得知刘备在袁绍杖下后 风筋挂印 离开了曹操阵营前去投奔刘备 对此 曹操也体现出了足够的宽容 并未派人前去祖劫 让其顺利回到了刘备身边 三国演义中 关羽过五官斩六将 是虚构的情节 此次 刘备攻打许都以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让刘备意识到曹操的强大 虽然袁绍的地盘仍然比曹操大 不过以曹操的实力 袁绍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 这次攻打许都 让刘备进一步坚定了离开袁绍的决心 后来 刘备劝说袁绍应该和荆州的刘表 联手对付曹操 袁绍认为 刘备说的有道理 于是 派刘备前去游说刘表 在前往荆州的过程中 刘备收编了一些黄金军残兵 加之沿途的一些人慕名来头 刘备很快又集结了数千人的队伍 曹操见刘备有崛起的可能 打算亲自率军前去征讨 彻底消灭刘备这个隐患 刘备自知不是曹操的敌手 便给刘表写信 表达投靠之意 刘备和刘表是同宗同源 收到刘备的求救后 刘表大开城门 请刘备入城 随着刘备进入荆州城 刘备彻底脱离了袁绍阵营 而且成功避免了被曹操剿灭 曹操眼见刘备躲到荆州 便掉转矛头 重新对袁绍发起攻击 公元201年4月 曹操攻破了袁绍在苍廷的大营 袁绍带领残兵逃回了冀州 此时的袁绍虽然占据着北方四周 但已经是惊弓之鸟 甚至是谭曹色变 每当想起官渡惨败 内心就悔恨无比 最终难以抵挡痛苦的侵扰 得了一场大病 公元202年初 曹操打算集结大军 对冀州发起总攻 袁绍听闻前方战报后 内心愤懑不已 于当年五月 在愤恨中离开了人世 纵观袁绍的一生 他只能在顺境里划水 丝毫没有面对逆境的能力 如果他安于现状 愿意做一个偏安易于的诸侯 他会活得如鱼得水 但他偏偏想称霸天下 又不具备相应的胆识和能力 最终得此下场也是注定 袁绍的死让一些人感到伤心 但也有一些人在伤心之余 感到无比兴奋 这其中就包括袁绍的儿子们 袁绍一共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长子袁潭 次子袁熙 三子袁上 袁绍死后 三个儿子围绕继承权的问题 展开了一番博弈 在当时利敌不利贤的继承背景下 长子袁潭当仁不让是袁绍的首席继承人 而且袁潭在袁绍扩张地盘的过程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从规则和军功方面来看 袁潭都是当仁不让的继承者 但袁绍在此后的人事安排中 将袁潭安排在青州 任命其为青州刺史 小儿子袁绍则被任命为冀州牧从事 冀州是袁绍的大本营 相当于国家的京城 在封建时代 一般都安排太子统领京城 袁绍此举显然是想扶持袁绍上尉 之前 举兽就对袁绍这个行为提出过质疑 说他这么做会引起大乱 但袁绍不以为然 依然我行我素 碍于利敌不利贤的继承制度 袁绍当时并未宣布袁绍是继承人 但他身边的臣子则揣摩出袁绍的本意 于是出现了一股支持袁绍的力量 但大多数人还是支持袁潭 袁绍死后 支持袁潭和袁绍的势力逐渐公开化 审配和冯继作为袁绍的支持者 在袁绍死后 第一时间扶持袁绍做了冀州牧 继承了袁绍的遗产 此举让冀州政权内部矛盾彻底爆发 各方势力围绕袁绍继承人仪式展开了争夺 袁潭得知袁绍的死讯后 以吊丧的名义率军赶往冀州 但在途中听闻袁绍已经继任冀州牧 袁潭十分气愤 他先是在黎阳附近驻军 又自封为车骑将军 准备将继承人之位争抢过来 袁绍和袁潭两兄弟也开始反目成仇 曹操听闻袁氏兄弟为了争夺继承人之位兵戎相见时 认为这是一个铲除袁氏家族的好机会 当即挥师北上 准备讨伐袁氏兄弟 袁尚眼见曹操来罚 便与袁潭求和 双方决定暂时搁置争议 把精力放在对付曹操上 袁潭领命之后 在黎阳抵挡曹操 袁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派自己的亲信冯继率领一支队伍 到黎阳支援袁潭 但这些队伍远远不是曹操的对手 情急之下 袁潭向袁尚请求支援更多的军队 对此 袁尚表示了拒绝 当初之所以给袁潭派兵 是想让袁潭和曹操形成军事 让双方相互消耗 等袁潭被消耗掉之后 袁尚就可以坐在冀州幕位置上高枕无忧 但他没想到 曹操的实力如此之强 袁潭根本没有抵抗的机会 黎阳是冀州的门户 如果袁潭倒下了 冀州就会受到威胁 出于自保 袁尚决定派兵前去支援袁潭 为了防止派过去的士兵归附袁 袁尚决定亲自带兵前往 尽管袁氏兄弟在生死关头走到了一起 但他们的实力尚且不能阻挡曹操大军 在曹军的围攻下 袁军抛弃了黎阳退至叶城 曹操没打算放过袁氏兄弟 他亲自率军前去攻打叶城 叶城是袁绍重点经营的地方 城防非常牢固 曹操见短期内攻城无果 便下令撤军 在撤军的途中将沿途物资劫掠一空 此次出兵虽然以胜利告终 但未能击杀袁氏兄弟 对此曹操非常耿耿于怀 郭家告诉曹操 之所以没能拿下袁氏兄弟 是因为曹军攻势太猛 让袁氏兄弟不得已而抱团抵抗 接下来应该放缓攻势 让袁氏兄弟陷入内斗 届时再来攻打他们 就能一举攻克 听完郭家的分析后 曹操身以为然 并按照郭家的建议严格执行 事实正如郭家所料 曹操撤军后不久 袁潭和袁上便各自为政 袁潭想到自己的继承人之位 被袁上抢走 不自觉地怒从心起 他打算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 而袁上始终把袁潭 当成自己执政路上的头号威胁 必须除之而后快 于是兄弟两人便开始兵戎相见 在袁氏兄弟内斗期间 有人劝过他们 并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 如果继续内斗下去 最终获利的将是曹操 但此时的袁氏兄弟已经杀红了眼 根本没时间考虑大局问题 他们坚信 只有杀掉对方才有活路 在这场争斗中 袁潭整体实力不如袁上 经过几番大战后 袁潭节节败退 最后被逼退至平原县 袁上派兵将平原县包围的水泄不通 打算将其困死在这里 没过几天 袁潭就因为粮草短缺面临全县溃败 情急之下 袁潭派人向曹操求援 希望对方能伸出援助之后 袁潭的使者见到曹操后 没有直接搬救兵 而是建议曹操应该趁袁上围困平原县之际 出兵攻占冀州 曹操认为此事靠谱 当即点兵前去围攻冀州 袁上见曹操大军朝着冀州而来 担心自己的大本营被曹操端掉 便放弃了围困袁潭 转身撤回到叶城 此时袁上阵营出现了叛变 老将吕曠和吕翔知道袁上斗不过曹操 便弃之而去投奔了曹操 袁潭得知吕曠背叛袁上的消息后 主动派人前去拉拢吕曠 并给了他们将军应寿 吕曠和吕翔是真心归附曹操 便把袁潭给他们的将军应寿 交给了曹操 曹操见袁潭在背后捅刀子 打算收拾一下袁潭 他派人告诉袁潭 愿意与之结为儿女亲家 袁潭得之后大喜 如果和曹操结为儿女亲家 打败袁上就指日可待 曹操此举并非真心想拉拢袁潭 而是以这种方式继续分化袁氏兄弟 防止他们再次结盟 后来 袁潭将自己的女儿送到了许都 嫁给了曹操的儿子曹整 联姻成功后 曹操并未前去支援袁潭 而是直接撤回了许都 曹操回撤后 袁上出兵前去围困袁潭 留下审配驻守夜城 公元204年正月 曹操率兵渡过黄河 准备大举对夜城发起进攻 驻守夜城的沈沛并非等闲之辈 作为园上的首席谋士 沈沛对曹操做过深入的研究 在前几次较量中 曹操并未从沈沛身上占得便宜 尽管曹操的兵力要比夜城驻军多 但夜城依然窥然不动 在这期间 曹操试过挖地道 采用间谍渗透等方式来攻取夜城 但每次都被审配化解 后来曹操转换了思路 既然拿不下夜城 那就先攻打夜城周边的城池 在地理位置上完全孤立夜城 在攻打周边县城的过程中 曹操采取了怀柔之策 每攻下一座城 曹操便重赏守城将领 曹操此举是向他人传递一个信息 只要让出城池 荣华富贵就会等着他们 这些守城将领 本来就不是完全忠诚于原始家族 在曹操的宣传攻势下 纷纷选择了投降 其中最大的收获便是 黑山军首领张燕 带着十万人马前来投奔 为此 曹操任命他为北平将军 并封其为安国庭侯 解决完周边城池后 曹操准备对夜城发起致命一击 他采用了当初水淹下批的方式 将夜城变成了一座水城 城内死伤不计其数 袁上得知消息后 放弃了围困圆坛 转而前去支援夜城 在袁上的支援下 沈佩打算和袁上 对曹操形成家机之事 但士气正盛的曹军 接连打败了他们 袁上兵败之后 选择了撤退 曹操则紧追不舍 并对袁上形成了包围之事 袁绍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 为了保命 他派使者到曹操营中启祥 曹操并未打算放过袁上 他拒绝了启祥的请求 继续对袁上穷追猛打 袁上的部将见大势已去 便抛弃了袁上 转而选择投降曹操 兵败如山倒的袁上 率领几十个亲信 逃往了中山国 曹操打退袁上的援军后 又把精力放在了 攻打夜城上面 夜城内的将士 得知袁上败逃的消息后 已经无心恋战 加之城内粮草已经耗尽 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将士们一直要求投降曹操 但沈佩坚决不详 命令将士死守城池 此时整个夜城 除了沈佩还想继续战斗外 其他人都想早日投降 以此换一顿饱饭 就在沈佩决定 与夜城共存亡时 他的侄子沈戎 偷偷打开了城门 迎接曹操军入城 虽然大势已去 但沈佩仍然率领的残兵 与曹操大军战斗 这种躺臂当车的行为 让曹操深有感触 后来沈佩被活捉到曹操面前 他大骂投靠曹操的袁氏将领 义愤之情易于言表 曹操非常钦佩 沈佩这种有气节 有能力 忠心不二的人 想收下他留为己用 但沈佩已经报定必死之心 坚决不肯投降 曹操无奈之下 只得将其处死 在临死之前 沈佩请求 向着冀州的方向受死 随后便引颈救路 曹操对袁绍 以及他的儿子们 一直吃之以鼻 但为袁氏家族效力的沈佩 着实让曹操震惊了一把 沈佩死后 曹操命人将其厚葬 算是对硬汉的一种尊敬 破掉夜城后 曹操开始着手 吞并袁氏家族剩下的地盘 在出征之前 曹操选择前去击败袁绍 对于袁绍的遗孀 曹操给予大量金银 让其度过后半生 曹操此举并非出于尊重袁绍 而是想以这种方式作秀 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曹操的作秀能力是首屈一指的 通过击败袁绍 让曹操在袁氏家族的地盘上 收买了不少人心 消除了当地百姓对他的仇恨 为接下来全面接收袁绍的地盘 扫清了障碍 此后不久 曹操便接手了 梦寐以求的冀州城 此时的曹操有些飘飘然 当地名士崔岩 给曹操泼了一盆冷水 告诉曹操 现在当务之急是恢复民生 免除冀州百姓的疾苦 而不是沾沾自喜 崔岩的话 让曹操有些无地自容 但他接受了崔岩的批评 在冀州城大兴人政 进一步巩固民心 在接收袁绍地盘的过程中 曹操得到了袁熙的妻子 曹操见他是一个绝世美人 而且是一名人妻 虽打算将他献给曹操 但曹操知道 曹操对他有意 碍于面子 强忍着欲望将其赐给了曹操 此女便是真福 曹操大名鼎鼎的洛神父 就是以真福为原形写的 说得通俗一点 就是曹操在内心一吟自己的嗓子 此时 袁绍的外甥高干 见袁氏家族大势已去 率领兵州将士前来投降 至此 整个袁氏家族只剩下袁潭和袁熙 得知袁尚被曹操打败 逃往中山国后 袁潭打算赶尽杀绝 带人前去追杀袁绍 袁尚为了保命 带着几名亲信 前去投奔袁熙 曹操一直在找机会除掉袁潭 此次 袁潭的擅自行动 让曹操找到了借口 他先是解除了与袁潭的儿女 亲家关系 又派兵前去攻打袁潭 公元204年落月 曹操亲率大军前去征讨袁潭 被逼上绝路的袁潭 开始向多方求救 但大家见支援袁潭得不到利益 反而会因此得罪曹操 便拒绝派兵救援 一个月之后 曹操对袁潭发起了猛攻 为此袁潭进行了殊死挣扎 虽然打不过曹操 但也给曹操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后来袁潭兵败逃跑 在逃亡的过程中 被曹军追上并将其诛杀 接下来曹操将矛头指向了袁熙身上 袁熙得知消息后 带着袁上选择了逃跑 他们一路向北 最终在乌环国停下了脚步 乌环是北方少数民族 时常在北方犯境 劫掠百姓 为了将袁氏家族全歼 也为了安顿边境 曹操决定出征乌环 公元207年 曹操率领大军 一路北上征讨乌环 曹操征讨乌环之路非常艰辛 一路上非战斗检员非常严重 但曹操抱定了决心 一路坚持走下去 当年8月 曹操大军历经千辛万苦 到达了白狼山附近 曹军与乌环大军在此相遇 一场决战一触即发 最终在张辽等大将的拼杀下 乌环大军全线溃败 胜利之后 曹操将乌环王公贵族 悉数诛杀 此次战争便是著名的白狼山之战 灭掉乌环之后 袁熙和袁上 开始寻找新的落脚之处 他们一路狂奔到了辽东 试图在辽东太守 公孙康那里寻求庇护 公孙康为了避免引火烧身 果断杀掉了袁熙和袁上 至此 袁氏家族被曹操彻底斩草出根 纵观袁氏兄弟覆灭的全过程 纵然有曹操的穷追不舍 但根本原因还是兄弟间争权夺利 从而让曹操有了可乘之计 袁氏兄弟得此下场 也实属不冤 在班师回朝的路上 行经节食附近 曹操有感而发 写下了著名的官沧海 至此 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 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 郭家居功至尾 但因为长期水土不服 郭家在此期间染病身亡 郭家去世时年仅38岁 郭家算得上三国时期的鬼才 其才能丝毫不亚于诸葛亮 每次总能一阵见血地 看穿事情的本质 并给曹操提出合理的建议 他的死让曹操悲痛不已 回到许都后 曹操开始了修生养息 丝毫不产必顽还臣鼓